那这样 先让我们去验收一下 你照顾我们洪洪的居住环境吧 是这样的 阿姨 现在我租的那房子呢 是适合我和我妈 还有阿姨 就是那保姆 三人一块居住 设计两居室 那你的意思是 让我们洪洪住客厅了 不不不 不是 不是 就算有一个人住客厅的话 那那个人肯定是我 还有就是 我之所以让洪洪过去住 你们也知道 洪洪她不喜欢做家务 她一个人住的话吃力也不好 但她现在需要很健康的营养 我那边呢有保姆可以做饭 这一日三餐肯定是不会缺的 那你的收入 够支撑这些生活开销吗 妈 既然你今天来了呢 我们就面对面 算一笔经济账 我们绝对不允许我们的宝贝女儿 结婚后生活水准直线下降 我们需要做个调查 爸 妈 你们都是知识分子 再说你们怎么能让别人 把银行账单拉出来给你们看呢 这是个人隐私问题 我们不好去追问一次 婚姻是以情感为基础的 和经济契约关系 你看婚姻法 现在有一半的内容都在说 婚前 婚内财产怎么处置 身为知识分子 知法 懂法 守法 不羞耻 但是谈契约比较伤感情 这些事 爸爸妈妈替你做 好 叔叔阿姨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聊天 也不太方便 那不这样行吗 我请你们吃个饭 那我们边睡边聊 可以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爸 你给我带着 我跟你说齐先生 你可得赶紧回来啊 你妈可犯病了啊 见什么砸什么 我管不了 你赶紧回来弄吧啊 我差不多三四十分钟 马上到 好 那个不好意思啊 本来今天应该请你们吃饭的 但是刚才客户来个电话 你们也知道这个 人在江湖甚不由己了 你快去吧 我爸妈在 也不方便摆运她去 那个叔叔阿姨 是这样的 我呢 一直在努力 现在也在事业的上升阶段 那我现在的收入呢 完全可以给洪洪一个很好的生活 那以后孩子生下来之后呢 所有费用 你并不担心 我都可以 行了 当然休息吧 我走了 小心 妈 你放手 爸 爸 你这样太不文明了 我跟她要什么文明 她刚才就睁着眼睛说瞎话 面目改色地糊弄我们 我听力好呢 刚才那个电话 明明是一个粗声大气 普通话不标准的女人打过来的 她们那样的公司 能有说话粗声大气的员工 还是她们公司的清洁工还管发布命令 怎么回事 而且她摆明了是拒绝我们去她住的地方参观 不肯透露公司的收入情况 不愿意解答我们对她提出的 关于怎么负担你跟孩子生活的疑问 说明什么 她说的都是一大堆空话呀 你起来没有一分失货 我们对她非常失望 我们对你非常非常担忧 你说一说 你对她到底有多少了解 那是因为你们态度多多逼人 人家好好一个人来追求你们女儿 你们俩倒好 像审犯人一样审她 那换谁谁心里能开心啊 再说了 她对你们俩恭敬流礼 已经人之意尽了 你还要她怎么样 我跟你讲事实百道理 你跟我们讲态度 这还怎么说话呀 姐 就算是我们态度不好 可是欺慕 她一直都在拒绝回答问题呀 你们问的问题都是有关隐私的问题 人家为什么要回答 你跟欺慕都要准备结婚生孩子了 我们去她住的地方看看她不行吗 我们作为父母 我们连这样的要求我们都不得提是不是 那不是因为人家家里有个生命的妈妈 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态度 过去了 谁敢放你们俩进门啊 你 怎么样了 我是心里平衡 平衡和敏洪的高要求严标准 不是只针对我们 再调胃口 我耳朵啊 跟我说说说 一家三口在吵架 是那种真正的吵架 一个个都扯着嗓子喊 和敏洪一口一个你们 我估计她爸妈听了 都快气死了 吵什么 她们不是一家子理性知识分子吗 嗯 和敏洪爸妈觉得欺慕有猫腻 说话绕圈的糊弄人 怎么都不愿意带她们去租屋参观 也不肯透露收入够不够养家 和敏洪呢则是责怪她爸妈态度恶劣 侵犯欺慕的个人隐私 把欺慕往外看 总之这一家人 一个讲解决问题 一个讲态度问题 完全地急通压降 看这情况呀 不知道今晚还能不能回去住了 我这季度总结 刚才早也没写完呢 在办公室里人人网的 不能集中经理 本来想今天晚上关起门来写 看来明天不能休息了 我也是 我最近压力好大 每天都得搜资料读完线 高考都没这么用功过 这耽误一晚上得耽误多少事 我的饭饭 要不还是回去吧 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啊 我看他们是要打持久战 我这是全天候开放啊 还是走吧 毕竟你俩争战 我们又蹭你饭饭了 还要再说下去 姐妹都做不成了 走了 走了 你们回来了 叔叔 我们 我们回来睡觉 小周 小鱼 你们 阿姨 在之前是我警告何敏鸿 小心怀孕 今天早上是我提醒何敏鸿 可能怀孕 结果 何敏鸿却说我龌龌 亏探隐私 我不知情 完全不知情 我要是再敢提一句欺慕 我以后就不能姓鱼 小鱼 你们就当我是鬼迷心窍吧 反正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这个孩子呢 我更不会打掉 你 时间不早了 我不方便待在这儿 咱们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我不走 你不走 你还能在这儿看着她 你还没退休呢 能看几天 喂 洪洪 洪洪 洪洪啊 不关了 随她 随她去 妈 爸 我挺好的 我以后也会好好的 你放开我 对不起 别的 abus 还有 你好 包装 我这段时间跟着朱姐吃喝规律之后 今年雪长规全都合格 但是我妈居然曾经肋骨折过 骨折 我之前看网上报的那些监控录像 那真的是把人往死里打 但人家的检查结果是软组织损伤 这药打成什么样子 才会把人打成骨折啊 是啊 我前段时间心情不好 我还跟你们说 是因为我担心腹中空虚 被李总发现之后砸了饭碗 其实我有一半是因为内疚 我内疚我不管我爸 因为房子的事跟亲戚闹来闹去 看到我妈体检报告的一刻 我释然吗 尽 풀 我跟你说 你给理解写准语 您问你 dict准硬啊 好不好 不是办法 诸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感情这事吧 没有对错 只有合适与不合许 我虽然最近看何敏红 性格上挺古怪的 不过她面色还蛮红人的 我估计内心应该还挺滋润的 所以总结来说 她很适合这段感情 也是 看来我有些多事了 不该偷偷通知何敏红爸妈 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让我再想想 的确不对劲 你什么事 还要趁着 你不说 我到底还要是什么 我没想想 和你细心 和你准备 你真是什么 什么事 你不许 你一天 我以后 我想一目了然 一 那是因为我爸闲 周末更闲 而且我爸是真的闲 二 难道我们的日常 是聚在一起 对天对地 对你爸妈了吗 我现在早跑去了 小叶 小叶 早上好 叔叔阿姨 早上好 早上好 我跑步 小叶 不知道你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见到我们洪洪啊 她怎么样 洪洪我也不清楚 不过今天周六 琪琪和阿厨 都没有早起的计划 应该还在睡觉 那 你锻炼吧 不打扰了 要不咱们等等再进去吧 别影响他们休息 毕竟已经够给他们添麻烦的了 咱们到那边坐会儿 嗯 巧巧人家的女儿 也许 我们应该早早地让洪洪 接触柴米油盐 估计也没用 咱俩的物欲就不高 再柴米油盐 也营造不出那种祖师的氛围 洪洪要是在上海 能落一个好一点的单位 跟咱们一样 汉劳保收 她心态也许能从容一些 也不至于被那个 花言巧语的老男人骗了去 这器木究竟想干什么呀 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但她一定是骗了洪洪的感情 要是这一回咱们全说无效 咱们索性就撕破了脸 找那个器木算账去 别冲动 别冲动 先过了洪洪这一关 这一次啊 咱们一定要心平起合地了 不能跟昨天晚上那样 我到了 我到了 就是说 慢点 慢点 走吧 和敏好 和敏好 快走 你们去哪儿啊 二零三的叶珍珍 她肯定通知我爸爸 和敏好 既然你心虚的话 你也会觉得 你这么一走了之不妥吧 你好好想想清楚 叶小姐 红红跟我走 是你亲我缘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 我希望你不要多管先生 和敏好 你做事情 不要冲动啊 否则以后会后悔的 她不会后悔的 还有啊 我警告你啊 今天就当没看你们了 要不然的话 后果自负啊 算了 你还威胁人是吧 和敏好你找的什么人呀 要不要我跟你重述一遍 她之前抛弃妻子的婚事啊 渣男呸 你骂谁呢你 那是什么意思啊 你没什么意思啊 你没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胡说八道啊 叔叔阿姨 秦宏 秦宏快把 秦宏在这儿和敏好跑了 快追 快 快走 在那儿 在那儿 好啊 小心点 好啊 好啊 等等 没事 别管我 你快追啊 快点 好 好 快追 好 站住 你先走 你快走 好啊 爸 别追了 别追了 你别拦着我啊 你要他走吧 你站住 混蛋 别跑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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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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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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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 开门 开门 别别别别 下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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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是让她闹醒了吧 不许了 何敏鸿装肚子 拦住她爸妈放走欺慕 然后又扔走她爸妈自己逃跑 她什么时候变这么精明了 我觉得啊 是欺慕出的主意 这包子也太香了吧 我把那半锅生煎 全部都包圆了 后面排队的人看 我就跟看仇人似的 所以可见啊 欺慕对何敏鸿是真的无碍 完全不顾及她的身体 不顾及她还怀着人 让一个孕妇攒在她前面 这人品 不提 问题是何敏鸿也不听啊 连她爸妈也遭跟我们一样的待遇 我爱在为何敏鸿和妈妈绝望痛心 只好绕着走 免得见到她们 让她们更难看 今天不用少玩休息 不用担心吃太多喝太多 路上误事 趁着要自己吃过苦头才知道好歹啊 我以前也有点瞎苦 赶紧趁着吃啊 包子趁着吃好吃 嗯 何敏鸿估计这几天都不会回来的 我们可以开着房门 让客厅暖和起来 我如果掏出场费呢 请欺慕的第二任妻子 前来给何敏鸿献身说法 我只会砸钱这一招 你们觉得可行吗 嗯 那何敏鸿就会告诉你 欺慕对她前面兜场 是为了虚伪以待 明定的她 是 是 是 就这儿吧 哎呀 哎呀 总算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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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 哎 就是 哎 呀 但是要满足这些特殊的要求 肯定是要放弃一些舒适度的嘛 是这儿 你帮陛下 欢迎回到你的新家 我也说 宋涛 宋涛回来了 妈 妈 妈 那个 不是 我 王是我 安慕我 不是爸爸 不是 不是 都来骗我 我 妈 先生 我跟你说 今天早上起来 可是又不对了 刷脸 洗脸 上厕所 全部都得从头叫 吓一吓一吓一 吃饭了 吃饭了 不叫这个 呃 这位是 哦 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洪洪 哦 带这么大箱子 呃 要 要长住啊 短住 住哪儿啊 那个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家阿姨 齐阿姨 齐阿姨好 齐阿姨 她住我的房间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 妈 妈妈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 那个啊 我的未婚妻洪洪 这是我妈妈 王王好 小璐啊 你怎么没有把我的孙子带回来啊 妈妈妈妈妈妈 不是小璐 怎么小璐呢 是您儿媳妇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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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搞不懂 行 你们吃饭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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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做饭做家务 是不是得多不省活啊 那你工资上 是不是要体现一下啊 没错 这样吧 以后我来吧 反正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能处理好 以后做饭的时候 就麻烦齐阿姨 加一勺米就行了 你说得可真轻巧 这是多了个人啊 对吧 我洗菜要不多洗几颗 刮云林的时候 多刮几片 起码洗碗的时候 得多洗一个碗吧 这是多了不少活啊 我可以帮你打倒 其他的卫生 你的房间我也可以打扫 他的房间本来就不归我管 那客厅 客厅我来打扫吧 这样行吧 那个 我让你搬过来 不是让你受累的 没关系 反正我住那边的时候 也是轮流打扫 三天一轮嘛 谁不是苦出神呢 活啊 行 那就这么地吧 我来 真酷酥 妈 您别光喝粥啊 来 我给您加个豆腐啊 嗯 来喽 早 吴兴 你们仨吃什么好吃的 竟然不叫我 早 有劲 你肯为生间破戒呀 那你们不叫我是你们的态度问题 我吃不吃是我的态度问题 行啦 很美 很香 很不错 余大美鉴定 敲章 你可出去耍吗 取花了谷坐卦山车去不去啊 上次我试约了 今天补偿 你打扮成这个样子 摆明了是要去跟苹果脸约会 苹果脸是为了弥补 上次害你没弯成 卦山车的损失吧 他居然还训仙俩 邀请我们 刺激我们这群单身狗 脑子太轻了 我是没有朋友的 倒打一耙被你玩得可真好 二十二的脑子 最清楚的就是你呢 老公立 这次我赵阿初啊 一群坏音 不跟你们说了 拜拜 玩得开心 这四野太反常了你们了 这回来我在公园 撞见他跟苹果脸散步 笑得一脸傻妞样 太奇怪了 你说他这么理智 理智道甚至有些心头手辣的 怎么会看上个小律师呢 咱不成真的因为那律师意识冲动 送上了传家吗 来 进来 我妈她那个病比较特殊 对她经常活动的那个区域啊 我就不敢放太多东西 我和她磕着半着呢 就把东西都放在我这儿了 在她那房间啊 只有一个她的床 还有一个齐阿姨的床 怪不得你房间东西这么多 嗯 我知道 这要是让你爸妈看见了 肯定是不满意的 有情营水宝 我甘之若义 对啊 跟你说 嗯 其实我在找房子了 嗯 我想了一下 等孩子出生之后 这空间也显然是不够用的嘛 对 都听你的 嗯 哎 不光刚那个齐阿姨 好 刚那个齐阿姨 感觉就是 每次说话的时候 就话里有话 而且她那个态度 是怎么回事 她对你是忽来忽去的 就像她是主家一样 其实我对齐阿姨 不太敢说太重的话 因为她做的那份活呢 是良心活 你看 白天我上班不在家 家里面只有我妈 和齐阿姨两个人 她怎么带我妈 就完全看良心嘛 我妈那状态你也看见了 她连告状都不会的 这就是这个病毒悲哀 所以说 我也承认 确实对齐阿姨 挺顺的 对你以前啊 受了不少委屈 以后啊 放心吧 只要我在啊 我管着 好啊 那就拜托你了 哎呀 老天爷啊 你说我是攒了多少运气 可以紧到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少奶 对了 对了 你是不是要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什么的 不给他们打电话的话 会不会被他们骂死呀 不能吧 你想 你爸妈疯疯于一辈子 都这么平安过来了 绝非等刑之辈呀 再说了 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他们能不原谅你吗 你说的有道理 要不再等会儿吧 我等一会儿给他们打电话吧 我有点害怕 这不打电话的话 你发个微信都应该吧 行 发微信吧 松涛 快过来 你赶紧去吧 带你躺会儿啊 你看我妈 快过来呀 过来 过来 躺会儿啊 松涛 来了 记住吧 还真是个大男者 以后我来管你吧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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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个电话了 书记 我老家来的电话 我接不 我接不接 我接 你又是路纪回来的吧 有事的话她给你发感信 来了 叔叔阿姨 你好 请进 叔叔阿姨给你面积 里面暖和一点 谢谢 我们还是来麻烦你们 请教你们一些事 先请坐吧 我给你们倒杯水 这有生煎包 我给你们热一下 不用麻烦了 还真有事 我就说 你爸出院 发现房子被卖发疯了 你快回家处理 牛班啊 我姑妈跟我姨妈 一家联手 对付我爸 还真把我爸的房子 给卖了 这钱烫熟 还真有人敢火中取烈 你们老家乱成一团了吧 像我爸这种指挥家 报老婆的闹着 我看他这回 怎么把房子抢回来 别生气不去管 随他们闹去 你的既定方针 我再替你念一遍 我跟你说一下 我们家的笑话 让你心里平衡一点 叔叔阿姨喝水 早上外面还是挺冷的 谢谢 我爸妈 现在每天催着 让我给交通费 他们要来上海声讨我 说我当了领导 就变脸了 你给了吗 没给 干脆我连生活费都不给了 反正我给他们 最终也是落到 我弟弟的兜里 等他们满足了 民法典礼解释的 丧失劳动力以后再说吧 没事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叔叔阿姨 你们来有什么事吗 没事 没事 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们 你们没受烹烹影响就好 和美红一早走了 就没回来 那就好 那就好 不不不 你们没事就好 你们没事就好 打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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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阿姨慢走啊 明明就有事找我们 干吗一副乐晃而逃的样子 一家人太奇怪了 不 一定是咱粗人不了解文化人 我觉得是肯定被你们吓走啦 吉吉说不赡养父母 阿初说呢 亲爹和亲戚们打成了一团 外人不明白前因后果 粗粗一听谁都会觉得 二零二太邪恶了 那她们该不会是觉得 寻找答案了吧 自己家女儿天性很好 硬是被两个同路都给带坏了 寂寞者会 真敢联想 她们要是这么想 倒是好了 以后就不会来烦我们了 一边呢 是对我们毫无信任 另一边呢 什么事都来找我们帮忙 这一家人脸皮真的是够糊涂 对 跟何美红一样都很像 在她们眼里啊 我们就是三观不正的俗人 舅舅 你们把我们家的房子买了 给我妈留了多少啊 按说我回也有份 我看你还是少理她们了吧 你的聪明才智 没有必要耗在她们身上 我好好看书查资料去 也不知道我们公司有多雄家 最近也不知道 听了哪家咨询机构的意见 要拿我们研发中心 试刀做机构调整 用了个什么和考核改革 要加强各组之间的竞争 还说这个叫传说中的 企业狼性能吧 做研究的 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论文比别家晚发一个小时 就等于前面的工作都白做了 看吧 不是这个世道太凶残 是你以前日子过得太舒坦了 我们那儿每个月 也有非常残忍的考核逼着催着 要不然每个人都有多幸 这么一说我也紧张起来了 我得回家赶到门去吧 拜拜 拜拜 这真是周末 好 叶伯父 下来吧 拜拜 接着 封します 您认语 你们合 üzerine 的 答案 extrapol一下 就让我 好 找责心 胆瓦 叶伯峰 不过来一趟于心不安 这事的的确确是我们吧 勾现了你也还有阿姨 这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不过有这个事在 我们家就不方便 公开地去帮你了 是 你回来想做什么怎么做 我本来是不打算过问的 我出国早 当年过问那些老同学 我甚至都不怎么联系了 我这刚一回国 两眼一抹黑 的确 我当然不能通过我爸 找律师去帮我妈 我明白 所以啊 我给你介绍的这位律师 律师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非常可靠 在说法方面 可以算是本事的头牌 你知道他 我比较放心 好 谢谢你 叶伯峰 我看一下跟他好好地自讯 好 对了 这是真正他妈妈给你带的早餐 他把你一个人煮 没饭吃 别忘了拿上 谢谢你 船船 çe似乎 谢谢你 船船 嗯 嗯 兰 李郡 嗯 不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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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足迟人 你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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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她 我是 我不是 你敢有 你敢有 我我 我我 帮你 你不敢 我 我 你不敢 我 我 不敢 我 修改为逃税罪 不逃税额在五万以上 占各种税种应纳税的 百分之十以上 或者扣教义务人 采取欺骗以外等手段 再或者 因逃税行为 受到两次行政处罚 又逃税的行为 这些都是立案标准的 之前因为逃税 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被税务机构 处以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 又逃税的行为 也要立案 钱哥应该是没有的 嗯 逃税罪的主观要件 是故意 应该是 你看 这上面呢 有逃税罪的认定标准 分别是处于三年以下 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即发金 两个要点 数额和占比 所以呢 具体的情况 还要具体分析 现在令堂那边呢 情况不明 我们也只是了解个大概 你所要做的就是 了解一下令堂 是不是处罚 如果是处罚 再加上能够及时补缴 直纳禁发金 也能够及时交上 在追究刑事增悦的时候 只可以酌轻 甚至是免罪 我知道了 您让我想一想 周旋一天的时间 好吗 好 没问题 下周一上班之前 你做出局的就好了 谢谢您 何律师 谢谢您 何律师 你不能谢我 你要谢的是业总 何律师 有个事 其实我有点难以启齿 好 你说吧 我爸妈多年 一直感情不合 我担心我爸会 贸然地转走公司资产 让我妈出狱的时候 人财两宫 我想知道转移资产 有哪些途径 并且该怎么读 如果是由令尊 易受掌控公司的话 他完全有多种 简单及合法的方式 将资产转移出去 并且会做出一大堆 需要共同负担的债务 除非你能查出公司失误 我对他们公司也无一无所知 感情不合那确实是个大麻烦 如果你不能 对令尊施加影响 再加上 这些补税呀 支拿金呀 罚金呀 这些东西 估计你父亲 也会恶意地忽略掉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怀疑 你一名告发我妈的 就有我爸 和律师还有什么 其他办法没有 令尊能够告发自己公司逃税 而且还能够逍遥法外 这说明他是一个 对法律吃得很透的人 或者是他身边有高餐 这也说明他已经把 所有能入洞的手脚 全部都已经做圆满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这个戴维就是个傻小子 一见到我呀 那脸红的呀 像烤大虾 我本来啊 想当他的面 好好啊 剥一剥他爸妈妈的皮 一看他那样 我心软了 下不了手了 把你的爱心保温早餐拿走了 开心吗 刺激吗 惊喜吗 惊喜吗 激动吗 你是不是一高兴 把你的长远之计 都泄露给戴维了 这怎么可能 那不可能呢 你要是敢说出去啊 你看那两个小子 怎么对待你 一个傻小子 一个傻丫头 他们俩夹到一块 都不如戴维他爸妈妈 一个手指头厉害 没办法 只能咱们偷偷地 替他们把脏活干了 我们一不谋财二不害命 有什么对不起 两个小的的 大忠若奸 说的就是你 今天人果然很多 就这一条去换了狗的专线 又赶上周末 肯定是人山人海的 真正给我发的五百颗型红包 说是给你的咨询费 让我赚给你 赚安 太见外了 又不好见外了 咨询本来就是要付费呀 常识 太多了 没必要 他肯定是财下其粗 我估计他是不好意思 问你咨询费的费力 所以就给这么多好吗 那你说 我们要返还给他多少 收咨询费是本分 朋友价是钱分 把四百九十九 收一块 这一块 表示咱咨询收费 这个态度就行了 你从人家那儿 得到帮助也不少 来 喂 爸 怎么了 你妈昨晚血压太高了 我不得不叫救护车了 那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倒是稳定点了 但是得住院观察 生个孩子怎么这么难呢 爸 你要不要跟医生商量一下 反正现在离遇产期 还不到一个月了 让孩子早产 把妈的身体保住 不行 你这是什么想法 你这是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有些绝症都能根除 那女人生孩子 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 这母子平安就那么难啊 这婴儿啊 在母体里多待一天 她身体就能强壮一分 你这都什么想法 你想都别想 好好好 我现在不跟你争执了 那杜医生怎么说 我跟你妈的想法一样 要生就生个健康的宝宝 毕竟孩子的身体 最过长长的一辈子 有的时候啊 医生求的是当前 我们求的是孩子的长远 那你的意思就是 医生跟我是一样的建议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爸 你能不能听一下医生的建议 我妈现在被血压弄了头脑 肯定是不清楚的 你要替她的长远考虑一下 她现在主要每天 跟路过山车一样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会非常影响她的身体 那如果她的身体垮的话 也会影响到孩子的长远 我妈和孩子的长远 是密切分不开的 你这个想法啊 是典型地站着说话不要的吗 我问你啊 你到底是担心你妈 还是诅咒你妈啊 这可是你妈自己说的 绝不能牺牲孩子保全自己 现在哪有牺牲和保的问题啊 在这个结果眼上 保就已经是一个伪命题了 连医生都讲了 你们必须要选择一个 折中的道路来走 你 你这张口闭口 都医生医生的 我告诉你 我跟你妈都做好了 度过困难的心理准备了 你能不能讲点科学 讲点道理啊 你不努力一下 你怎么知道不成呢 再说了 我们现在就在医院里边 万一有个改变 我们可以适应啊 我妈现在住院打针检查 也是会对胎儿有影响的 如果医生想保住胎儿的话 很多药是不可以给孕妇用的 那我妈的身体 就会非常痛苦 是不是痛不在你身体 就觉得无所谓呢 我说方诚恒同志 您说话负点责任行不行啊 我一宿没睡 我守在医院里边 我也在煎熬着 你怎么都这么想这么说我呀 我看啊 是肉不生在你身上你不疼 你是不是觉得 你妈要生出个小弟弟小妹妹来 来抢你的 你闭嘴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了 怎么除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反正我妈的死活就在你手上 我刚刚好像听到阿姨血压 我估计你现在也应该没有心情坐过山车了吧 下次呗 这次估计是要错过 也好 留个念想也好 我还不信了 咱们俩在一块儿 还能与过山彻务呗 珍珍那个钱还没转给她呢 四百九十九啊 好吧 转了 转了 但是我反对你对朋友网开一面 给这么低的价格 毕竟这是你的知识产权 而且大家都是这样子 你越是尊重重视自己的权益 别人才会尊重你的权益 对对对 一不小心我有感情同事 主要义珍珍是你朋友嘛 走吧 叶总 看样子呢 小黛她确实懂正规经纪 只不过呢 这孩子 她不懂四小企业的交互手段 就目前的陈述来看呢 她想试图回去说服她的父亲 但是呢 她根本就没有想过 她完全可以把她的父亲呢 一起告进去 她也不知道 她其实可以完全掌握社会的发展 将主动权抓在自己的手里 她懂什么正规经纪啊 她差远了 她这么小 完全没有进入到企业的核心 完全不懂经营上那些 诡异脊梁 她当然没办法跟她父亲抗衡啊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她懂 你觉得这傻小子 真能对她亲爹下手 然后做出 制止死地而后生的事来吗 这心性纯良可是件好事啊 人命好呢 当然要摆在第一位了 所以啊 所以我才捏着鼻子 扔下了这个傻小子呀 对 没错 对 没错 这段时间你一直忙于出差 我找不着你 所以我找了一位专业的资深律师 向她咨询了我妈的案子 我现在对我妈的案子颇为乐观 我决定委托这位律师 煮操我妈这个案子 妈妈不在 你一个人在支撑 辛苦了 怎么办 我最终还是对自家亲爹 释出了强迫 还有威胁这套卑鄙的手段 一大张张家之盟 可亲情走到这一步 还算亲人吗 说真的 我感觉我爸妈的亲情 还有信任 早已断绝 现在轮到了我与父母之间的 亲情还有信任 备受考验的时候了 其实 他们在婚姻中早已恩断疑绝 原先说是因为我 所以才不离婚的 所以 春节后我从家回到上海的时候 我心里边一直被感愧疚 我认为是我让他们 没有办法困上幸福的生活 可现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 我想明白了 这不我不配 来 你受刺激了 我需要点时间整理 让理由自己的思路 把这些动力 洗手的玩意儿全部说出来 纵笔全部都搁在脑子里边 有种意思高 行 那我就当个沉默的树洞 当什么树洞 你得时时刻刻地关心我 知道吗 对 我爸给我来电话了 那先不跟你说了 我说儿子 我爸 你现在呢 千万别乱来 你等我出差回来 回来咱们一块做做好好谈谈 我现在就在家楼下的会所里边 你要是空的话就过来 不来也没关系 我就等一个小时 不知道阴影挪到哪个位置时 我爸会到来 与我谈判 追求古典美呢 你就拍个手表 当个现代人呢 你就把手机截个屏 干嘛多此一举 我感性 我追求一致感 行吗 差点忘了你是戴美座 你多久没更新了 你再不更新 我就要取消你戴美座的资格 你了解一下 来 爸 来了 您坐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爸来了 怎么了 给珍珍发微信呢 给她发两张照片 一张是咱俩聊电话的时候 这花瓶影子的位置 一张是现在的 我说你别什么都跟珍珍说 这个以后就是你们吵架的 黑材料 那怎么着 你跟我妈刚开始的时候 那说话有所导流啊 对啊 我二次有恋爱 十次有恋爱 但说话也得有所保留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那一代啊 我和你们啊 那就是一穷二白毫无背景 可是我们呢 又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啊 脱颖而出 成为了首批涉外的工作人员 这个智商咱就先不说了 做人做事 那绝对是没有错的 这个没错 首先包括的就是 嘴巴牢口 说话要有所保留 那叶伯父叶伯母他们怎么不这样的 那叶伯母她是什么家庭背景 想人家可以肆意 可是你叶伯父啊 虽然文凭高 技术好 可是她吃了清高的亏 虽然啊 她也是最早的那几批稀罕的大学生 可是她也得蹲在工厂里头 做技术活 还远远落后于做外贸的那些同龄人 在房地产热之前 这就被叫做没出息 听明白吗 但是我不会跟叶伯伯有所保留的 我跟叶伯伯没有保留的结果就是 你以为你可以在我妈跟叶家之间 左右逢源 你妈坐牢对你我都有好 都有好处 我现在让她依法去坐牢 去接受制裁 是为了保存我一条老命 我怎么了 做错了 你想怎么着 想胁迫我 放弃自己的努力 把你妈放出来 让我再继续受你妈的祸害 是你能逃得过 还是小叶能逃得过 不管怎么着 你都不能栽赃家伙给叶家 人家叶家巴不得你妈把牢底坐穿 省得再去算计人家的女儿 可是我呢 我做事是有底线的 我再怎么再这么叶家 我也得绕过你绕过小叶 我不能让你们去碰这些脏事丑事 叶家都看在眼里 人心里有数 要不然 人家怎么会 你妈刚算计小叶那么一下子 就直接打上门来 可是我呢 他们明知道我在栽赃 连个电话都没有 这说明了什么 你好好醒醒嘛 叶家知道 我真是在帮他们 爸 你也太能知了我也妈了吧 你一开始打算嫁祸给叶家 让我妈一边受着牢狱之苦 一边恨叶家入骨 另一头 还感激你一个人在外边周旋 不仅不会供出你这同谋 而且还配合你在外边转移资产 等我妈出来的时候 等了 人才两空 你已经远走高飞了 即使我妈被判了三年以内 你时间也够 到时候 我妈即使如梦初醒 也只能将印象的仇恨 对准叶家对吗 叶家会感激你 根本就没有这档子事 谁跟你说的 叶总跟你说的 简直胡说八道 血口喷人 我会听 会看 我会分析 我还可以找律师咨询 那你想怎么办 插手 把你妈放出来 让我再吃二片枯 受二杂罪 爸 你是我爸这是我的人的 可我妈也是我亲妈 这也是我的原则 我爸 我作为儿子 我不插手你们之间的关系 但我不能看着你们之间 分得太不公平 这是我的态度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你现在大可说出来 明天之后我接手我妈的案子 你就休想非法侵占才多 你如果执意这么做 你不仅会失去我对你的尊重 而且 我会告诉我妈 你在这今年做的手脚 我妈有招要给你治好 好 吃吧 尿 我也不想 但你们是我爸妈 我不想看一方吃亏太多 吃亏 我吃了你妈一辈子亏了 即使是我把所有的财战都转移出来 我也不觉得对不起你妈 公平 我这一辈子都会在你妈手里了 你当时怎么不说公平啊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公平 理论上说 父母的关系你没有资格插手 现在父母的财产还不属于你 你也没有资格插手 是这个道理吧 对 但这是我的态度 不偏不倚 只要你有本事 你就接受你妈的案子 你尽管让律师去接触你妈 你尽管去告诉你妈我做的手脚 你尽管请最好的律师把你妈保释出来 但是我给你个预警 只怕从此以后在你的简历上 会注明父母双亡 这次我已经豁出去了 我就不想再收回来 一个已经看到希望之光的人 就不愿意再回到黑暗里边去 宁可拼个你死我活 你刚才说不偏不倚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心里有我吗 嗯 你不是学校转上车了吗 又没玩成了 你说你是不是跟过山车翻触目了 苹果脸反了 出大事了 真是 不是苹果脸 他送我到小区门口 我让他走了 我说要一个人静一静 那 你现在是向我们扔你在这儿静一静 还是我们坐这儿听你倾诉 好准 你 朱姐 看来我比苹果脸重要 说吧 非常得已为您享劳十分钟 还十分钟 靠不靠门 我现在有生存危机 看了一天数 朱姐呢有生殖焦虑 学了一天日语 能开门让你进来 已经非常有见面爱 我再把珍珍叫来 他也需要客间休息 这门一说我还挺有负罪感 还好我今天没去坐过山车 不然就成了人民的功底了 我们就是一阵风一阵雨的 跟你这种 能抵律得了美式的神人 别眨眼了 墨津津很脆啊 来喽 你怎么脸色也这么差啊 我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了 我根本没有心情做事 戴维妈你们知道吧 刘典 看人家都爽气 总之呢 各种姻缘忌讳 戴维爸爸抓住了最佳时机 把戴维妈妈送进了看守所里 如果应对失措呢 就会判刑 我爸呢就给戴维介绍了 一个很好的律师 戴维经过咨询呢 也受到了很多的启发 但是问题来了 他奔波了一天 都执行不起来 看守所进不去 也提不进去消息 戴维妈妈呢 找的律师也是戴维爸爸的人 公司更加进不去 戴维爸爸早就吩咐保安 把戴维拦在门外 所以呢戴维只能靠威胁 逼他爸爸出来见面 但是他爸爸呢 根本又不接受威胁 还反过来威胁戴维放手 否则的话 父母双亡 瞧瞧你们 这一个个的德行 我身上的好闷恩怨 谁不爱追啊 我都没心思看出了 然后呢 我原本以为只有我没有良心 原来你们一个个 也都是喜闻乐见啊 不过呢我还是担心戴维 太打气了 德啊 刚才差点吓死我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你回去转告戴维 以我从小在家实干加巧干的 战斗经验来判断 戴维这种刚回国的 完全不可能是他爸这种 身经百战的先生的对手 除非 你爸妈出手 真正爸妈根本没有理由 帮这个忙 而且他爸妈有分寸杆 顶多就介绍律师了 你就跟着你爸妈做吧 准备错 至于David的话 那毕竟是亲生父母嘛 那怎么办呢 只能操心到底了呗 你没有心情玩过山车 不会是因为你爸妈那边 嗯 我妈这一态怀得很辛苦 昨天晚上血压突然飙高 送急救了 但因为有胎癌在嘛 所以只能保守治疗 医生呢 是建议她提前生产 可是我妈和我爸死活得不同意 非要等到足月自然生产 但这样的话 对她身体悲害是很大的 我怎么说我爸也不听 但这种事情不是一个电话 一个微信能解决得了的 你还是要准备好钱跟佳琪 在我妈的眼里啊 不管我多能感 她都更相信电视里 天花弯坠得不高 甚至连天性杆的狗屁高 也都比我可行 你觉得呢 珍珍 你为什么要问我呀 你为什么要问我呀 我现在也是当局者呢 你每次都能让我通口 从你的描述中 听不出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高血压 是持续的还是突发的 目前的医疗手段 能够到达什么程度等等 如果这些都不明确的话 那你爸爸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但是我也是网上查了很多资料的 反正前和假期我肯定备好 防范于为然呗 接下来呢 没有 我主要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爸妈 就不愿意听医生的建议 你说这胎儿 也有八个多月了吧 按现在的这个技术 医疗水平来说 你银产下来 其实对小孩未来的健康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而且我妈又是高龄产妇 你说再熬一个多月 是时时刻刻有生命危险的 一边是小挫折 一边是生死问题 你说怎么选择 盖率吧 你现在也无法知道 危险的盖率究竟有多高啊 你找人怎么才行 而且大多数人呢 都是那种 只要没真正要命 还是会保守地 走原来的老道路 怎么说来 那是我冷血肺 太冷漠了 你还不能这么想 你再热情 也不能跟谁要怀态的感情 像平美样 对 给我离开 我对我那恶观满龄的爹 我还时常纠结理智勤谈呢 好想了解一下 我家里边混争的进步 彼此彼此 我爸妈 一边对我弟弟嘘寒温暖 另一边跟我要生活为难 冷水 怎么一股塑料啊 好 好了 回来回来回来 自己什么情况不知道吗 这么沉在哪 没事 什么东西啊 窗帘啊 在睡觉呢 都几点了还睡觉呢 对了 我看门口都挂满了 这亮哪儿啊 反正这外面应该跟屋里也差不多 就放屋里亮呗 也行 什么声音 洗手呢 又洗头 这一桶就洗不完 太重了 我谢谢你啊 好了好了 这么点我 我不需要你们俩帮忙啊 等我下来 慢点慢点慢点 好 那你来吧 我来 先帮我把灯打开吧 好 我呢 比较喜欢阳光 不喜欢那么黑暗 我琢磨着 要是我住在冰岛的话 要赶上冬天 这黑天这么长 我天 我肯定抑郁了 来 能 你闻着吗 什么味儿 刷塑料呢 我闻到了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味道 这种楼啊 这通风换气啊 就先天性残疾 你看这楼的 这窗户楼堵得严厌实实的 这哪家哪户烧菜什么的 这味儿都跑不出去 沉在里面晃悠的 我想过了 我们以后买房子啊 也要买这楼南北通透型的 咱们就守住自个儿的小架 让别人家那些臭味儿 除法甚途 好 行 好 看不见啊 看不见啊 洪洪 来 拿个台灯过来 好 你照着 好 你能看见了吗 不不 你这边 这边 这边啊 这边 等会儿 等一下 这先 好了 可以吗 可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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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事呢 哎 怎么了这是 哎 哎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哎 哎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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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 啊 不能好好说话啊 这一打一闹的 啊 家里还有孩子呢 妈妈妈 什么味儿啊 什么味儿啊 妈妈 来来来来来 你们来进你吧 哎呀 我天哪 怎么了 这怎么洗衣机莫言了 你看看 不不不 怎么了 你别看 你看看看 这洗衣机冒烟了 哎呀 我的天哪 哎呀 哎呀 洗衣机冒烟了 哎 哎 齐阿姨 你把那个排风扇油烟机打开啊 你别愣着了 这么大烟 你喊什么喊 没电了 哎呀 我真是 我真是 哎呀 这 怎么 哎 洗衣机烧坏了 是不是我刚刚挪在台湾的时候 垫下短路了 去找个物业来修 你说你也真是 这种洗衣机 你怎么也不知道 这洗完一桶 要冷却一小时 再洗第二桶的嘛 你不停地洗 肯定要烧掉的呀 这 这没有尝试太可怕了 我没想到 你现在跟我说没想到啦 这口罩上有我身上了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我不说你了啊 你能不能把那个门开一下 窗开一下 通通风啊 都是烟啊 别愣着了 你别站在这上面了 刚洗干净的 你这不脏了吗 白洗了 你坐下好不好呀 你别坐这儿了 这有风那么冷天 你感冒了怎么办呀 你还怀着孕呢 不注意呢 真的是 哎呦 哎呦 好了好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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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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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死了 我不说了吗 闹死了 哎呀 你快被弄乱了 哎呀 你被弄了 哎呀 你被弄了 快咱们先回哭 回哭回哭 哭了 我去趟物业 你们都不要动电器啊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你呀 真是个人才啊 啊 你说你这来了大半天 你搞出多少事儿来吧 老太太 尿不湿漏尿了 漏到棉毛裤上了 没法洗了 洗衣机让你弄坏了 你手洗吧 好吧 齐阿姨 你为什么处处为难我 我哪得罪你了 哎 可不能这么说 怎么是我为难你呢 哎 我每天忙得团团转 你说你搭不上手也就算了吧 你还搞出这么多事儿来 对吧 洗衣机搞坏了吧 那没办法了 你洗吧 手洗 这洗衣机是我弄坏的 可是这毛裤也不该我洗啊 那你不洗谁洗啊 我的工资是让我洗眉毛裤了 但是是洗衣机洗啊 你没给我人工洗的钱 对不对 你能给吗 给不了吧 给不了就别纠结了 赶紧洗吧 我看了天津预报了 接下来全是连姻天 这裤子可不容易干啊 明天要是干不了 老太太再尿了裤子 没裤子换了 好吧 你别碰了这个 你赶紧的 手洗吧 好吧 赶紧的 没事 看出来 你都不是个人才 你是个天才 一人才还多出个二雷 我真疯了 这边 不好意思啊 给您添麻烦了 这边请 来 这边 这边 这洗衣机可能就是马达烧了 把他们导致的短路 您看看 这个我可修不了 这得找个休假垫呢 你现在是家里都没电了吗 没电了 那个配电箱再拿我看看 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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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拿个椅子啊 能踩吗 能踩 能踩 拿凉水洗 我就知道拿凉水洗 冻坏怎么办呢 你现在怀着孕呢 用凉水这么冷天 不知道生病的吗 那个洗衣机坏了 我要是不洗好的话 明天你妈妈没裤子穿 那没裤子换 但也不能用凉水啊 得用热水洗嘛 谢谢您 谢谢您 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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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我来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好 好 那个 问一下啊 这个洗衣机能修好吗 这个吧 我觉得你修这么老的洗衣机 还不如换个新的呢 你还要等维修工上门 得等好几天 你这等不起啊 是是是 要是买个新的 今天下单 明天就给你送上门了 这么快 好 行 对了 还有件事麻烦您 您看一下这 这个窗帘轨道调了 您能帮忙装一下 行 我帮你看看 谢谢啊 谢谢 没事 就拿这个安妮店就行 谢谢您啊 辛苦了 辛苦了 怎么就 我这刚出来的急 忘记带维修单了 还得麻烦您 跟我去一趟物业 欠下维修单 行 没事 没事 走 走 走 麻烦您了 没事 没事 哭了 来 来 擦擦擦擦擦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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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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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干什么呢 你真是 你够天才的 这咱拿来玩吗 这是干净的 走了 走了 出去溜达溜达了 快点 走了呢 快点 穿上衣服冷了 穿上衣服 走了 走了 这个 这个 好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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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子 不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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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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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佛 你干吗呢 只有你衣服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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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不是齐阿姨做的吗 你怎么 怎么你做呢 她说本来应该是洗衣机洗的 但是现在被弄坏了 就 就没法想 你应该强力地反驳她 这是她的工作嘛 但是她说的也有道理 我没法反驳 有什么没法反驳的 蛮横无礼会不会啊 放心 你就这么办 我顶你 我支持你 撑你的忧 行了 好了 去晾吧 你先晾着 你晾着裤子 我呢 挑一个洗衣机 我只要下单明儿就到 没有大事 别关心你去啊 可以啊 佛佛 我随便买一个了啊 要是搬到新家之后 我再换一个好点了 行吗 行啊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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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走 明天洗衣机到了之后 你要看说明书 你千万不要弄错了 不要又弄坏了 知道吗 嗯 来 其实呢 我知道 你动机是好的 一定想让我们家 就想让我们家 所以不自辛苦地洗了 好多东西 我都看在眼里 所以呢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 大大的表扬 给你一个赞 可是我一来了以后 弄得一团糟 家里都被我弄忘了 来 看着我 有一点你要确认 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 只不过 你从小到大 生活环境比较单纯 所以 养成了一个单纯的性格罢了 对吧 我这哪儿是单纯 是单纯 愚蠢 可以呀 有这样的回答 如此可教也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从今往后呢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可以教你怎么做 但是 有一个原则 你必须绝对信任我 当然了 我也会竭尽全力地 去取得你的信任 同时呢 会给你很大意地依靠和保护 以及保障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信任 是需要两个人 共同努力的事情 知道吗 那你先教教我 怎么跟那个齐阿姨相处啊 她真是看我就不顺眼 正想跟你聊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啊 你可以把我们共同生活 就看作是新冠上任 新冠上任做什么 三把火呀 大家都这么说 对呀 这行家离手 肯定是新冠上任三把火呀 那不是行家离手呢 那肯定是先蛰伏 旁观者清嘛 看清楚工作环境 工作流程 这分清楚 谁是牡丹 谁是杂草 知道什么 谋定而厚动 那如果说不是行家离手 上来就新冠上任三把火 啪一下 直接把武断连根拔起了 是不是 嗯 现在这么看来呢 您绝对在做家务这方面 是属于新手 没关系啊 咱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 咱们静观三天 咱们看看齐阿姨 她每天在做什么 一举一动 什么做什么呀 怎么做的呀 拿个小本小笔给她记下来 有空的时候呢 翻一翻想一想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反正加入这么大 一目了然 一看就看见了 对吧 行 那这样 下次我就在这儿工作就行了 正好我有一些稿子没写完 在这儿写就行 可以呀 那全靠你了 而且我觉得 以你的聪明才智 那哪儿三天哪 这一天多 我跟你说她那些套路 全都给她抓住了 到时候你几个 她绝对不乱往西 对不对 那你还信任我吗 开什么玩笑呢 还信任你吗 你是我孩子的妈妈 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家 再说了 你那优良品质 我是最清楚的 这辈子我无条件信任你 你放心吧 我一定做好 来来来来 吃饭来来来 吃饭来来 我不饿 你干嘛把我拖回来 这又不是我的家 我家 我家行了吧 我家就是你家 来吃饭 别烫着啊 你小心点 别烫着 你吹吹吹吹吹 行不行 行不行 怎么了阿处 你现在毒醉了 我也不知道 我说一整天怎么生存不定 一会儿找珍珍去玩吧 她今天也没心情看出了 你晚上也歇一歇吧 一整天光听你阿姨吻吹的 跟你们不一样啊 我这时间进不起挥霍呀 马上就要到中年危机了 我还晚节不饱呢 带周末的 好好休息放松一下 放松 算了吧 按揭逼着呢 每个月一个月光提醒 比什么都催人分解 放松 没想到以后每个月都放松 不然有些想要喝没活了呢 吃饭 我去吃饭 我就知道是你 说果真细腻啊 那是了 最为22楼的颜值添我办 这点信息还是有的 好 忽然想起来啊 你比朱姐都大的话 比卢西哥人大不少吧 有船一芬 请你出去 我这不是想到 你跟我一样难兄难弟 提醒你 太愁得老得快 我活得没心没肺的 我用的护肤品 高端且科学 实话真不重听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帮你姐姐 我是一晚上新人不迷了呢 在家住不住 David也是够早行图 他刚给我来了个电话 不用见面 光听声音 就知道他正回头土脸了 他爸妈真的太狗血了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 是让David是他们的儿子 你又怎么了 是不是潜意识里面 又曾经请你爸了 对 我明白为什么心神不宁的了 我就是在单亲老家那边 我爸出院 发现人才脸空 这两天正是他抛头颅 洒狗血的冲动气 他这个人吧 惜命 但更是要钱不要命 不知道这几天会发生什么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你的事 你打算怎么办 不行 我要去练一架 我不想了 我做鸵鸟 我来了 来了 走 你背这两户砖头干什么 不是 我们家地势低 柜子里老长毛 这 我路上捡两块砖头 回去垫一垫 这明后天还得见 能垫的全垫起来 行 那你早点回去啊 好 好 来 喂 阿爸 儿子 我刚刚在监控室啊 看到你舅舅好像是在跟踪我 这样 你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出发了 就按照咱们事前说好的 我呢 在前半期 我假装都不知道 你就埋伏在河边第二个桥头 看到你舅舅一出现 你就喊一声 对啊 一会儿动起手来 你可别吓死手啊 我们主要是给他一个教训 省得他来家里跟咱们要钱 行 简单 该扔合理不就得了吗 行行行 那你准备准备吧 差不多了啊 行了 换了 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余老二 你跟了我一路 想干什么呀 您把我房子卖了 给个说法 你还好意思跟我要说法 余老二 你跟人打架 连命都快没了 是你姐姐跟我给你掏的医药费 又伺候你住院 这么长时间了 你说过感谢的话吗 你提过还钱两个字吗 我告诉你余老二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卖你房子那是你逼得我们 行 房子卖了我认了 剩下的钱给我 要不 你从今以后永远别走夜路 想动手啊 来呀 我告诉你余老二 老子名人不说暗话 你下午一到我们单位 我就发现了想暗算我 喜欢跟是不是 行 那你就继续跟着 回头到家我炒两个菜 还可以请你喝一杯 跟我说狠话 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你有这个能耐吗 撒跑尿照照自己 你老婆女儿都不管你 娘家婆家都讨厌你 不喜欢你 我看你呀 这辈子也就是个绝门绝户 死了都没地方埋 就是诸天平间的命 小子怎么还不出来 你卖我的房子啊 你还给我钱 你还羞辱我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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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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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不让他又逃了 儿子 儿子 追不让他跑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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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筷心 儿子 跟不让我去 尐寸 又补身材 少 tourism 你这个这么咸 这句话不要啊 山子吧 行 那这句呢 这流着这流着 这流着是吧 睡前拿一杯水进卧室 我妈晚上要喝水的 那这么冷的天 还喝冷水啊 这热水平怕危险 这垫热水壶怕得更危险 要给它一个饱饭杯 饱不起砸人怎么办呢 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可以 睡觉了睡觉了 我眼睛 眼睛 睡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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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睡觉睡觉 睡觉睡觉睡觉 睡觉困死了 困死了困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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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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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喂 阿初啊 我是姑妈 你有什么事不能等到天亮再给我打电话啊 你爸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你辜负下班以后啊 一直就没回家 我去他打工的地方找他了 人家值班保安说 他是按时下班走的 身上还背着两块砖 说是路上捡的回家垫柜子用 你说家里哪用得着那个呀是吧 什么意思呀 可能我没睡醒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还不是你爸嘛 你 你爸出院以后啊 就威胁我们 说是要杀了我们全家 你说这么晚了 你姑父还不回来 会不会出事啊 他一向怕你们 家里房道门都不知道被你们批浪多少回 我爸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还敢威胁你们啊 我家跟你妈娘家 说把你那房子卖了 钱分了当做那个赔偿金和医疗费 你爸一听不乐意了 这两天到处发疯 还听我们全家的时候 梦子我妈这几天都不敢出门 什么 把我们家房子卖了 你别在这儿跟我喊怨 你们到底是要多少的赔偿金和医疗费 能折我们家房子的价啊 是这样啊 初 反正是吧 现在吧 你姑父也找不到了 你爸爸也不见了 他们俩的手机全都关机了 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遍了 那你就报警啊 对呀 咱报警吧 报什么警啊 妈 这报警了不得被警察骂死啊 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不找警察找我有什么用啊 钱是这么好拿的吗 别人家的钱烫手这个道理 你不明白啊 现在担心警察骂你们 知道来找我了 那你分钱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呀 房子卖了多少钱 里面还有我妈那份呢 初姐 你别担心 不是什么大事 我爸这人就是有无赖 连流氓都不能算 要真遇到个不要命的 就像我当初初中生 男人一壶开水操着铁条子 不怕死不要命地就打他 总能把他逼出家门 所以我姑妈现在不报警 可能也是觉得 我爸这种无赖 做不出什么大事的 这点没回家 肯定是拉着我姑父 喝酒聊天 敲哑勒索呢 那初 这次不一样啊 房子被卖了 那谁能严得下这口气啊 真不是什么大事 我爸要是真能做出 杀人放火那种事 当初在苏州打工 就不会两手空弄回来 初姐 那你赶紧回帝我睡相 害得你大半夜起来了 那没事 那你没事就好 我回去睡了 你有什么事 你马上过去找我 放进码出去 我还是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免得他们又打电话 过来骚扰我 我走了 我走了 听我说是谁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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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牌练练 你牌练练 我怕你 我怕你 你 你 我慢 我不 我怕你 你写了 嗯 那你转过去吧 我把衣服给画了 转过去 好 行 转过去 转过去 我不转过去 不是转这一遍 转那一遍去 你快 你这样的话 我怎么会一会儿啊 我怎么会一会儿啊 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我怎么会一会儿啊 我妈 都是我孩子妈妈了 都还不能看啊 不跟你闹了 你要这样就不换了 不换就不换了 每天 这是不是起来一起来的 都不急了 没事 她起来起来吧 再睡一会儿吧 我难得就周末不上班 还不用加班 睡会儿啊 不行 都这么难也不急了 等等等等 就算要起来的话 你不觉得 你忘了点儿什么吗 什么 是不是应该起一下 我没刷呀 我没刷呀 你别走呀 不跟你闹了 你赶紧睡吧 回来 回来 那好吧 回来 怎么办啊 你抛弃了我 就来 用吗 走 走 請問一下 真正昨天還好嗎 不好 一天下來什麼事情都沒做 過得非常沒有精涉性 謝謝 不客氣 早 早 給你報個喜 昨天晚上沒有聽到我媽的消息 說明她應該是平安度過的作法 我不好 我爸跟我姑父一起失蹤 也沒有什麼後續的消息 我呢又不敢主動聯繫 把被他們給纏上了 該不用太擔心 你會這麼大的人嗎 我爸這種人啊 你就不能把他當做正常人來看待 對他只能艱辛一點 他必定又是在遲早麻煩 所以我只擔心這麻煩的大小 以及會不會波及到我跟我媽媽 會不會破壞掉我媽媽 我現在在上海好不容易建設起來的 安定團結小環境 我真的勸你辦一個技術移民格了 要不然你要在國內的話 你爸肯定想方設法找到你 你得永遠會在他的陰影之下 可是我現在技術水準 也不夠移民的資格吧 睡一睡吧 給自己的一個希望 是嗎 對 是得試一試啊 否則我都不敢談戀愛了 生怕被我爸給連累無辜 前陣子啊 朱姐給我介紹了一個優秀的男孩 可我一想到 我家有那麼個個色的爹 我就非常理智地謝絕了朱姐的好意 你想啊 人家男孩好好地過著自己奮鬥來的好日子 就是因為認識了我 就得被我爸各種的剝削騷擾 就算人家男孩願意為了愛情人來 我也下不去這等黑手 是吧 我知道你這人美心善 不跟你說了 我去做力量 拜拜 好 早 早 什麼時候來的 真正我找你 嗯 我也正好要找你 真正走 你更早 難道是我的暗示不夠明顯 我又累又快 你連夜趕過來的啊 沒睡覺啊 現在高鐵太快 來來來來 我在高鐵上睡不著 省把做過賬 真正我饿 好餓 這雞皮疙瘩掉一頂 對我這種陽光帥氣的美男 有磨解 我怎麼忽然想要支持傳統呢 傳統 傳統好 傳 傳統好 傳 傳統行了 傳統好 全新的牙膏牙刷 還有毛巾都給你準備好了 趕緊去洗一下 那我是不是洗香香出來就有飯吃了 那我是不是洗香香出來就有飯吃了 要不然你是打算拒絕洗香香呢 我這雞皮疙瘩 我這雞皮疙瘩 我這一波未皮一波又輕 一波未皮 喜香香 好好好 好好好 我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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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進去 進去 你這樣耗著珍珍是不是有點不到達 好我疑問 你再給唐全家填亂 我先去找你 我先去做 你再也給我 你再給我 你都不得了 我會吃了 我會吃了 你不吃 我會吃了 我會吃了 你會吃了 我會吃了 我會吃了 你會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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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吃了 我用小酒 来用小 economics 我用小麦粉 要洗澡 我用小兵 要在鸡蛋里吃 我用小麦粉 很容易 再给钱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半夜起来偷吃鸡蛋吗 不是 不是 那你拍照片干什么呀 我就是看看 看什么呀 你怎么的了 从大清早上起来 我从厕所出来 你就进去了 怎么的了 担心我多用手指了 还是担心我多用牙膏了 真的不是 我觉得你这个人吧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挺文明礼貌的 其实你内心 特别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厨 是吧 没有啊 秦阿姨 你误会了 我误会您了吗 我一点都没误会您 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工种的 但是我觉得你挺适合干特工的 真是有毛病 这儿见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让我睡这儿好不好 昨晚上 让我穿着皮夹课的老大哥坐我旁边 那一会儿 异国的常年不习的那种体香 以及成年的烟熏的忧逆 还有那种略知皮革的符绸 今天我上气不见下去 我中间突然断了气 在你一个玩户外的 许多天也经常洗不了草 你个月都过来了 那能一样啊 那说了 自己的味儿你自己闻得着吗 跟哥哥过来了 就香的 嗯 香的 嗯 香的呀 嗯 嗯 嗯 那既然你都感觉到恶心呕吐了 那你怎么一大早一见面就跟我喊饿呢 嗯 嗯 嗯 你这个冲驼嘛你 哎呀可惜啦 我今天可是买了 嗯 葱花虾皮紫菜油条咸豆浆 嗯 咸豆浆 咸豆浆 嗯 你轻点 楼下睡觉呢 小鱼 和米红没回来过 小鱼 我们是来找你和小猪的 猪姐 猪姐 什么事 小猪 我们 还是想麻烦你们 打听一下 轻悟的事情 这是 这是新鲜的水果 还有牛奶 对 我们特别感谢 你们一直以来 对我们家红红的帮助 不客气 都是在上海漂的 知道生活不容易 不管谁遇到困难 我们都会自觉帮助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 害得你们还特意跑一趟 是 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还是要打听一下 秦牧的事情 对对 还有他 公司 和米红说了 不准我们背后议论秦牧 尤其是我 如果敢议论的话 就不能像鱼了 小鱼 你 你看 你们 你们是这么找到秦牧的 上网搜秦牧两个字 会出来很多 考虑到他前年 以及之前都在深圳 去年才来到上海 我们以此作为条件 进行排除 等等等 找到了 小鱼 你能不能把这个 截屏下来转发给我 不行 这个必须得你们自己找 我还没想过 换身份证这个事呢 我 你掏出手机来 我操作你们跟着 先输入秦牧两个字 然后一条条地排除 第一条 年龄不对 第二条 女的也不对 第三条 去年来的上海 应该就是这个了 对对对对 快点解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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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再给你 你呢 这就一个 队cos 有需要 几个人 要去 什么 我就不管 你觉得 不应该在那里 就应该在那里 这天 儿子 就应该在那里 年龄 你就应该在那里 那儿多了 嗯 你 Lecture 你不应该在那里 你与我 你说的 你强手 我 我 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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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你们当时没受什么损失吧 你说秦牧这个人 连上门暴力威胁地做得出来 你说这人比该有多恶劣呀 他将来会不会打我们洪工啊 难怪能做出当着我们那么样 乖子洪工的事 你说 说有了孩子还离婚 我们家洪工也怀了孩子 你说什么 只能扣住火锅本 不能让他们结婚 那钥匙在不在你拿 锁薄奖贵 就是这个口 萝卜丝下来 然 是什么样的酱油包呢 够你吃 你一大早找我干吗呀 你不是说我差点忘了 幸好我还记得一些 我呢 信心满满的 带着一个多方共有人的计划回家 原来不是老狐狸们的罪手 所有人都在用眼神跟语言告诉我 我太嫩 而且 我突然发现没有人 理我了 我就只能 去留在老家 原地发贷 对 最后又回溜溜的上了火车 最后又回溜溜的上了火车 就是 这之后ilty恨自己奔罪做事了 你带我 一如既往 开门飞快地跑下喽 买了我心心念念的早餐 好喊啦 知道你是美作 表达能力强悍 你刚说你也找我 我昨天晚上 也咨询了 陆自己提提和阿厨 他们也觉得无从插手 而且你爸爸既然已经说出了 父母双亡这样的话 他可能也不会妥协 所以呢 我觉得 你只有强奸自身 才有可能一幅会帮到你妈妈 给予你妈妈经济援助 是 我接下来应该努力工作 那你爸妈那边 我爸妈闭起啊 你爸妈能够无风起了 他们惹不起 阿厨 你一会儿去找你妈的时候 把那香皮油糖拿走 给你妈带过去 不用不用 我们留着一块儿吃嘛 听话 出去 出去 看着我打出了一个诈骗电话 我逗逗她 喂 您好 您好 请问你是余淑辉吗 我这里是西城区公安局 我是警官协会 是我 我是余淑辉 我们今天早上在河边 发现你姑父昏迷不醒 万一是你父亲 致你姑父重伤后潜逃 我寻找我 你去什么事 你来靠我 我孤星 我怕是你 我来 你来 我去我 来 我来 你们来 我来 那个 吗 儿 Mont. 现在最危险的是你爸 他已经上了一个人了 万一走投无路 再上一个人也无所谓的 所以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 配合警察 把你爸抓住 对 我爸现在在前头 而且他身份了 他首先会想到去找谁 我爸他现在最恨的 就是我跟我妈妈 琴就是我把我妈骗来的上海 把他伸手要紧 张嘴吃饭的幸福生活卷恋毁了 所以你一定要仔仔细细地 帮你爸那事故有关系 交给警察 好 好了 好了 等我一下 你们先下去吧 你们先下去吧 走 你也加班 去菜市场买菜 就你 出发由戴维加持 你呢 你加班 你加班啊 那你呆这厨艺一般吧 比我强 你在家待不住 一闲下来 就老想着我妈那边的情况 还是不如找点事做 去公司加班 至少老板能记着我的好 老板能记住 你 你 要多多地体谅 很多父母在孩子的问题上 不能以常理推测的 那他们以前对我可是过敏值的 人生呢在各个年龄阶段的激素 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 你爸妈正好是处于 更年期的激素动荡期 知道吧 好科学呀 到了 都怪你 都怪你 都是因为你不给你爸还钱 我们家才出了这么大的事 现在我老公在医院躺着 可半死不活的 你爷爷奶奶也都骑病了等死呢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我这一辈子我全毁了我 你赔钱 你赔我人哪你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你个死丫头 你从不想就一肚子坏事了 我 我们家现在都是这样 全都是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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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嫁 刚才听见呗 果然都甩锅给我了 不过他能越恶毒 我越是能毫无千万地跟老家一刀两断 你别磨蹭了啊 赶紧跟你妈说清楚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妈说呢 甚至 我都在想要不要跟我妈说 你 你该不会借这个机会又搞什么小动作吧 我冷静下来反复合胜过了 我爸应该知道公司那一个窝 我们这个家 还有陶爷爷这两个窝 我爸目前还不知道 所以 在明天开始上下班之前 我爸应该还找不到我 我打算今天上班把该做的 能做的全都抢在座位 行 那你去吧 注意安全 别往人少的地方算 走吧 真的 太个小了 你去吧 你没有人静你 拿出去 我自己去吧 你该怎么做 我都带这个店 你去了 你没有人静 我一直在这边 让他来 家里 现在 我睡觉 您一定要 你来了 妈妈 你这等在门边是吧 开得这么快 对呀 陶爷爷好呀 你来了 今天暖和了些 我骑自然车来的呢 我给你放 没事 你呀 你是不是睡懒觉了 你来晚了 今天是周末 阿初呀 难得睡个懒觉 只要不耽误吃中午饭 就行了 阿初啊 你好像瘦了点啊 是 最近累的 瘦了有两百克 不过最近这些天啊 是真的辛苦 看了你心都看透透了 看来入门了 今天带什么好吃的 今天带的啊 是云南紫苏酸母瓜酱 味道很特别 所以呢 我还专门买了七瓶女毛 来配她 还加了紫苏 嗯 有意思 我再去查查 好 我查 好 查查查查 这菜价终于算是降下来了 上次你按书上的道理 要求陶教授多吃深绿颜色的蔬菜 他还真听你的 你看害得我 每天到菜市场至少得买两斤绿叶菜 那是 我讲的是科学 陶爷当然从事还无聊 你有事啊 阿初啊 阿初 阿初 陶爷叫我呢 阿初 来了 来来来来 你说的那个酸木瓜 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木瓜 不是同义物种啊 你看 它有点像苹果 应该是我国古代书上提到的木瓜 投我以木瓜 保质以穷居 发音够快 但我也查了查 这云南的酸木瓜 跟山西那带的木瓜 长相不一样 植物分类也不在一块儿 我可能弄混淆了 又吃又长见识啊 网上呢 这两种木瓜都有卖的 也有图片 您对比这图片看 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不过这酸木瓜 更多出现在 广东云南那一带 广东云南 嗯 好 我看看 陶爷爷 嗯 那您看着 我去跟我妈帮忙 好 好 妈 你这以后要是做甩手掌柜 我可干不来这些事 妈什么时候让你干过呀 那我以后做坏事啊 我也得等你做好菜在洞上 又不正经 你说你们这一老一小啊 还真能说得一块儿去 有的时候那个小陶教授来了 他们父子两个都没话说 他们再无话可说 可他们也是父子 我来看你 就不怎么名成言顺了 我总得逗得大家都开心了 才能顺理成长 那倒也是 你呀 就是心思复杂 想得太多了 你出去吧 我炒菜了 你跟陶教授聊会儿天 把门都关上 好 看来主地道的广东周 是来不及了 好 好 你一声一咋 你吓唬谁呢你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感应到我了呢 我感应到你了 我还能不跟你说话呀 我真是心态出问题了 我竟然觉得你是不想理我 原来昨天我一整天心神不宁 还真不是卑躬舍眼 你还真是被打击话了 我是不是变脆弱了 是啊 那你就别脆弱了 我们想想办法 找几个老法师请教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的 我还来有什么办法啊 我爸那是钻了程序的空子 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我昨天都研究变了 但是很显然你变得脆弱 不是正常的如今啊 我也不想 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潜意识 好好好 我说 那你就继续想 虽然呢我不想把心理学当成科学 但只要能够起到安慰剂的作用 就行吗 我都脆弱了 你还戳我呢 吃顿好的就行了 不吃不吃了 啥 男孩儿 你好意思吗你 你去照照镜子 你这个脸你还男孩儿 你腰脸吗 那男孩儿 你怎么不去参加男团呢 好笑是吧 不客气 质量小 不量弱 你 我告诉你 我有九云白骨爪 我还有五云腿 你 阿宝 来真的什么 稍安勿躁 我还手了 我告诉你 稍安勿躁 我还手了 你别还手啊 这里有吃的 我们换个地方 来找寂静啊 好了 吃好了啊 来 来您去歇着 来 来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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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我又犯错了 这椅子容易翻 我应该扶桌子 您图省事呢 不应该啊 看来是勇于承认错 就是坚决不改 来 阿初啊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哎呦呦 她心事可大了去了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一天到晚不找个对象 天天就想着跟男同事别苗头 我倒要看看你啊 一个人过得没招没落 连个孩子也没有 到时候后不后悔 阿初是很有主见的 你别小看她 啊 就是 陶爷爷比你有劲多了 再有主见 也是个女人 不结婚不要个孩子 你说姥姥怎么办呢 阿初啊 嗯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我 先去歇会儿 妈 我有个事我跟你说 很要紧 咱们去楼下说 什么事那么着急 我总得把这碗洗了呀 这瘫一大堆多不像话呀 别到现在才说我容易嘛 回来再洗 走 好好好 等一下啊 嗯 到底什么事啊 非得出来说 坐这儿 到底什么事啊 说吧 爸那边的事 他要来呀 不是 他春节找不到你 又不敢找我 就挠到外婆家去了 爸赖在外婆家 白吃白喝还骂骂咧咧 大姨小姨小就全打电话过来骂我 我骂回去了 一窝子的闹肿 一个个长得都比我大 却对付不了有五六十岁的男人 白火了好 阿初 那都是长辈 你不能这么骂呀 我骂他们怎么了 你当初在家挨打挨骂的时候 哪个站出来替你出过头 既然当初没拿你当自家人 现在出了事 也别指望我帮他们的忙 后来你娘家那帮闹肿忍住了 就跟爸打起来了 爸这回吃了亏 住院了 所以你看 你娘家压根就不是对付不了爸 是没想替你出头 那 那 你爸住院 医药费怎么办呢 谁在医院伺候他呢 你倒是惦记他 早知道你这么惦记他 我就该把你送到他身边去伺候他 顺带把你这几个月工资都取出来补贴给他 不是这个意思 那医药费总得有人出啊 你爸是不是 把你外婆家的东西都砸烂了 你放心 你娘家是惊着呢 跟姑妈一家联手 骗爷爷奶奶交出了房产证 把咱们一家住的房子卖了 那房子当初爸为了害你 写在了爷爷奶奶名下 所以现在直到房子卖了 爸住在医院里丝毫不知 这叫什么 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活该 卖房子 卖房子 我的房子 妈 这个怎么办呢 我来爸出院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吵架 打猫要钱的 今天早上老家公安局那边 给我打了电话 说 爸把姑父打成了终身后 潜逃了 早啊 卢斯姨 来 来杯咖啡提医生 谢谢 我这看你在公司 我就跟你来讨论一下 他们那些人的招聘计划 你怎么办 HR给我的人员解历 我已经看了 你们定时间 到时候通知我到场就好 那是HR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 得预测公司的发展 然后再推算出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具体招多少 怎么招 什么时候面试 什么时候储备 这些都想好了 再布置HR 这样难度可不小 电量太多 难以确定啊 那肯定 不然我大休息日 跑来找你商量 我呢 之后给公司的重大调整 画了一个时间线 然后看看我们 比较确定的需求是哪些 然后不是那么确定的需求 是哪些 这么做 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也觉得 HR给我筛选的人 不太理解 他还会不太理解 他们的主要问题就是 没有工作经验 来了之后我要再培养 头疼 是啊 那是肯定的 你知道一个好的人才 是肯定要花出很多时间和清钱 实际不用说 你说你捏头一个好的人才 那我们还得补上百万级的房补 所以这些都得再预算了 卢西 你就是一个 事无巨细的大管家 听你的大管家 你来安排 来 我们机房谈吧 行 那 反正 回头 您要是有什么备胎的话 您就提前告诉我 免得到时候呢 还得特使特批动了 鸡肺狗跳 麻烦 好多大管家 妈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爸爸会不会跑过来找咱们 那可怎么办呢 阿楚 你今天晚上不能回去了 你就跟我一块住啊 我跟你讲啊 你爸他不管他杀 他都是先奔我来 这样我把他拖住 你就有机会逃走了啊 不管怎么样 今天晚上 你就在我这儿 我跟陶教授说 他肯定会答应我的啊 好吗 妈 你这分明天都在傻子 你还知道等在我面前啊 不行 咱们 咱们得走 走走走 咱们得躲起来 走 妈 你在这儿安全得很 爸不知道这里的地址 没人能找得到你 你看 警察都是先找到我 我也是安全的 我跟珍珍约好了 以后上下班 他都会开车接送我 他那车可贵了 开起来跟飞似的 爸就是不能出租车 跟踪我 他都跟不上 所以我也是安全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呢 只要在上海待着 就一定是安全的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千万别回家 别打电话 也不能写信 你想想 姑妈一家 还有你娘家那帮人 都拼了命地在找你 一旦你回去了 被他们找到 先打你一顿没商量 然后呢 就得让你一辈子 做牛做马 去偿还姑父的债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你外婆怎么办 还外婆 就你那娘家人 等你回去了 你娘家人会第一时间 把你交出去给姑妈 换一个太平 你信不信 我信 你 好了 我刚才说的都说了 你要是回去 就是去送死 剩下该怎么做 就全靠你自觉了 你要是不要命 非要偷偷回去 我可不敢回去替你收尸 再说了 老家的房子都卖了 你就算回去 也是 也是无家可归 喂 您好 习警官 您这么说 我们就放心了 谢谢习警官 走了 妈 刚刚是谢警官打来的 死 她说他们抓到爸爸了 还要注意竞争对手那里的人才 并建立他们的档案和保持联络方式 细心检查 身份证掏出来 这大休息日呢 你们怎么都来了 还问你小子潦草的 我雪茄都没抽完 你们打过来的电话 你挺有意思啊 其实是季总觉得不如趁热打铁 趁休息日电话少 咱们凑一起全面系统的理理 下一步的发展思路 按道理来说 创业公司嘛 就该分秒必争 就你嘴甜 丁老板马上到 老规矩啊 看见没有 飞行模式 来 摇出来手机 手机摇出来 摇出来 摇出来 怎么找女朋友了 总飞行模式 雨昂 来来来 拉着了 来了 什么玩意儿 摇好了 我都别看我呀 我就是一送外麦子 给你们送点猪肉谱 店不店吧 来 妈 你还真别对她 念什么福气一场 用了侧影之间 她这个人不值 只有她出了事 才是我们的生机 你以后只要别想不开 非要往老家跑 你从此的日子 就可以过得风调雨顺了 好了 待会儿上去 找时间跟陶爷爷好好说说 实话实说 不许易骂 变成刑事犯家属 这不是你的错 你不用觉得丢脸 我就不上去了 把身打成作伤 会不会盘无期啊 你该不会还是在担心点吧 好 刚才你好像说 我不用再躲了 那就是说 你爸 不可能再回来了 他吧 即使不是盼无期 致人重伤家潜逃 估计也得盼最少十年左右了 等他出来啊 牙都掉光了 再也不可能他 你也不用再怕他了 妈 你这一辈子 都不用再怕他了 他现在 被公安局给关起来了 说再吵 也打不到你身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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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还不冷 怕你睡着了会冷 我醒着呢 没睡着 你刚才都打波了 像狼猫一样 不可能 我那是清醒着呢 难得少下修了什么离婚大法 是见识金娘夫 爸 你愿意饶过我妈了 我也想问你同样的问题呢 一天过去了 你想好了 让你妈怎么放过我吗 那你也得给我机会啊 你得能让我把话传给我妈不是 你先告诉我 我阿弟进去 只要有用 我呢会比你更积极 有吗 你知道 你拦不住你妈 所以你必须得承认 我这次下修了 把众手啊完全是为了自保 我呀 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想好了怎么让你妈答应 不再去蹭叶家的便宜吗 如果你没想好啊 我能给你个预警 如果我把你妈给弄出来 你妈肯定会逼着你去找小叶 让小叶他们家联起手来 跟她一块对付我 她能使出什么手段了 我之前呢已经跟你分析过了 你想一想 她会不会 我知道 这我会想办法 我会从我这儿隔绝开我妈跟珍珍 但是你得保证 不能再陷害我妈 你非得把你妈给弄出来 你妈出了以后能干出什么呢 你心里没数啊 我说你非得把小叶逼走 还是要把叶家一块儿拉下水咽死 你给我脑子清醒一点好不好啊 我呀 要是叶家二老 我看谁敢把我闺女拖下水 我就是终病住院 也得把她从你身边拉走 才不行 找人套你麻袋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 单方面断绝关系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最好是没办法 乖乖地在上海给我待着 别乱插手 免得节外生枝 我爸说这些我以前都跟你说过 反正我也不知道真假 急剧迷惑心 我倒是觉得尖律之主 你妈还真能做得出来 我看你刚才已经无言以对了 只是儿子这个角色 就会让你无法看着你妈 被你爸单方面摁着她而已 你放心 我一定在你跟我妈设前我住一套家 正如你玩不过你爸 你在你妈面前也毕竟是千律几球 而且这件事情 我爸妈肯定也不会看着不管 我还是跟他们说一声吧 让他们盯着点 要不然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他们都是老狐狸 光靠我们两个人的脑袋 哪是对手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我们别扯门了 你也别放他心上 输给自家爸妈 这话该怎么说呢 反正我从小说到大 在爸妈面前还弄个什么面子 对啊 也是 可是 我跟我爸用什么样的印证 我妈如何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都应该想把这框架打好 不管是隔绝她未来的亲戚 还是接近出狱后倾家荡产的她 都得从今天开始 走 走了 你走的时候带上酱骨 和你做的土豆饼啊 知道了 你晚饭就省得做了 要是这样 明天谈判我跟你一起去 这谈判不搞定的话 我就后续工作没法开展 好吗 我早说过了 看来以后还得跟你摆数据 陆姐 明天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会晤 我交给你了 资料已经在你邮箱里 你检查一下 赶紧吃透 这两个会晤很重要 要有不明白的 明天早上九点以前问我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两个会晤非常重要 拜托了 没问题 卢斯姨 数据报告今晚会算完 明天早上你去查收一下 我明天晚上跟你一答复 这是社交职域的 没事的 孟哥 你 你跑哪儿去了 你怎么才来电话呀 不好意思我一直在开会 妈现在是怎么样了 你妈不好 你妈大出血 现在进手术室已经五个小时了 我 我都不知道 在外面怎么样了 爸 那 那现在医生 下了病危通知书吗 什么 什么病危通知书啊 如果非常严重的话 医生是会给病危通知书的 所以可能我妈现在就是在 做一个正规的手术 您不要太担心了 不过 如果您要是见到医生的话 一定要跟医生说 先优先保住我妈的生命 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是个小姑娘 我都没心思看 我只是想让这个护士 抱着孩子到你妈面前 告诉她孩子不恙 想吃妈妈的奶 刺刺刺激你妈的生存意志 你怎么这么怕天才接电话 你是不是这么晚日听了你 爸 我没有去玩 我一直在开会 您现在先不要这么激动 先保持一下冷静 我现在就在手术室门口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爸 你别急 手上的事忙完 我尽快回去 好好好 你快点儿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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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午找我 我正好开会一直开到现在 我那个时间正好有个空档 就忍不住给你打个电话 原来大家都在忙 还好吗 不好 我妈在手术台 现在只能等我爸那边的消息 那边去电话 共产党 和一些工作室 我觉得你不会有没有 也不会有没有 的通过 我们的生息 不ta dicen 人 你会不会有一个 ,你会这么多 这行 妈 拿下一个 该不会是那个破产清算公司员工的劳动争议诉索 逃不过你的发言 不用了 一定是给你的 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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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淑 你怎么回事 没事 有点头晕 怎么摇摇晃晃的啊 不知道 应该没什么事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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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儿初姐 我就觉得有点心慌 应该睡一下就好了 晨晨 阿淑有点不对劲 你把血压剂拿过来吧 给她量一下血压 阿淑 阿淑 晨晨 你怎么也来了 我看你脸色状态都不太好 让晨晨过来给你测一下血压 放轻松就好啊 放轻松就好啊 好 一切正常 身体特别棒 那你睡觉吧 你 朱姐 珍珍 我没什么事儿的 睡一觉就好了 你们也赶紧去睡觉 嗯 好 挺好的一切正常 看来真的是心里较脆了 你别看她平时活蹦乱跳的 心里压力很大 brahim 你 我也不客气 cog 喂爸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你妈呀 现在已经到病房了 但是这个精神还是不大好啊 那医生说暂时读过危险期了 我们还是幸运的 现在我的任务啊 就是让那六小时不能睡着了 他们说妈做以后都是这样的 这就好啊 这就好 总算是大关熬过去了 爸 你多请两个看护吧 你这样你自己也赶紧休息一下 现在一大一小都靠你管呢 你先别管我了 你啊 跟你妈说两句话刺激自己的 别让她睡着了 我把电话搁到耳边了啊 好 横横啊 横横 喂 妈 喂 妈 你听得到吗 是我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现在妹妹很需要你 一定要撑住 你能听到吗 听见了吗 那行了 让你妈先歇着吧 有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 好 不算太完美 只愁以后的不悔 眼眶中的泪 是我感受过的风 趁名让人看 看 hors攻 忘掉一段戏活背 忘掉一段喜货杯 面有多狼狈 心从不开心 诶 吃 不感觉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杰 怎么了 活过来了 嗯 周杰 赵昨天晚上你多吓人嘛 要不是真正给你 量了个血压呢 一切正常 我就把你送医院去了 等人半夜过来看你 睡得可香了 你都没察觉到我来 周杰 我这个医院啊 不买力钱了 我要好好消费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 起来上班了 嗯 他们抱一会儿再 哎呦 谢谢你 周杰 来啦 卢塞 你这 我妈出事了昨天 泡妇产大出血 生了个女儿 然后呢 在手术台上呆了好久 才止住血 刚刚给我爸打电话 他没接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了 该不该继续打电话 我没这经验 朱杰你说呢 我也没经验啊 找一下于飞雪吧 他不是在医院做护工吗 于飞雪现在跟真真是热线 我去叫晨晨 你也没问我 为什么不去看我爸 你应该去 我知道 就算以前对他们的怨气再大 也不能冷雪到不管他们的身体 但我这两天确实走不开 这个工作是我好不容易 争取过来的 而且最近公司又是在一个 比较关键的阶段 我就怕我走开了 会影响到公司很多 懂 但一跌而出 我还是回去 你也知道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家 前景不错的创业公司 又好不容易进到了核心管理层 哪敢松懈啊 万一放松的话 就被洗牌了怎么办 依我这个历史背景 能被他们接受 已经不容易了 现在是不能再任心了 而且柴米油盐 都需要我的工资去开销呢 我昨天给我爸转了一半块钱 让他再请一个看护 也算是密布一下我的内疚 那些历史呢 又不是你的错误 话虽如此 但人心是很复杂的 珍珍 余飞雪 露喜有话不多dist 你好 余飞雪 好久没联系了 露喜你好 你帮过我的事 我还没谢过你呢 谢谢你啊 没事小事一桩 对了我想有个事 想请教一下你 就是我妈妈昨天晚上 九点钟做了一个手术 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间 打电话过去会比较方便 医学也不想 вас打扰她们休息 好我明白了 是这样 我打工过的医院 一般早上六点钟 护士开始给病人 抽血 凉血压 各种巡检什么的 病人这个时候就醒了 陪护呢也需要把折腿床收起来 七点吃饭 这些时候你都可以打电话过去 八点钟开始 医生会一床一床地进行巡防 病人和陪护需要跟医生进行沟通 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啊 不要过去打扰他们 医生巡防很快 大概九点钟之前都能结束 剩下的呢是自由活动时间 中午午休 好嘞 好嘞 我知道了 你后面有什么不懂的 今晚问我 好嘞 好嘞 谢谢啊 那先挂了 再见 谢谢 喂 喂 你还好吧 家里情况怎么样了 他昨天大出血 不过后来手术成功了 我正要去打电话问问情况 你没赶过去啊 嗯 我 我不带你电话 你赶紧打电话过去吧 手术后的第一页很重要 拜拜 一会儿 爸 你妈怎么样了 妹妹还好吗 你怎么样 行行行 我依然依然跟你说 你妈呀 血压是控制住了 用于大中血呀 精神还不太好 哎呀你这小妹妹啊 出生跟你小时候没什么区别 虽然不足远 能吃 能喝 能折腾 能哭 医护照顾着也免强还可以啊 那你要不要附近找个宾馆 睡一觉 不用 一会儿你姨妈过来来替我 昨天呀 人家一大家子人 在医院陪了我整整一天 人家都问你呢 行行行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忙 你忙你的去 止不上你什么 挂了 好 嗯 那个我上班我先来走 呐 外务五公司 呐 外务五公司 啊 可怜的上班族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 我上了 走 秦阿姨啊 你家伙别这么包着盖着的好吗 你晾一晾太烫了 我吃不完上班吃到的 又不是我给你盖的 怎么了 怎么了 真帅 你会吗 我爸以前都不打领带 这看着就挺复杂的 以后我可以教你啊 对了 以后那个面啊 可以不用盖着 太烫了 你呢 主要是 想让我吃点暖和点的面 暖暖胃 但是问题我们上班族 没有这个命啊 我们原则就一个字 快 我又不是没上过班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吃那些 猪食是不是 没关系的 只要有营养啊 能吃饱就可以了 对不对 去看看吧 嗯 齐阿姨啊 我看今儿太阳不错啊 有空的话 带我妈出去晒太阳吧 还有晚上能不能回来吃饭 那我不确定 要是确定了不回来的话 差不多四点左右 跟您说一声吧 好吧 知道了 走吧 你等一下 怎么了 给 开车小心一点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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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阿姨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那得看老太太什么时候起了 什么时候起了 什么时候吃吧 她什么时候起啊 我哪知道 她醒了 不就起来了吗 你要是饿了自己做点吃的吧 这生活不规律会生病的 不起床才好呢 全家都清静 昨天也醒得挺早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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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TS三合作者 我去买菜去 等那位醒了照顾一下啊 嗯 我去买菜去 等那位醒了照顾一下啊 嗯 伯母 伯母该起床了 伯母 该起床了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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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好 我也有此怀疑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我想在家中的摄像头 但是你知道的 这一忙起来啊 就没有空去看那个记录了 还好你有心啊 一来就发现问题了 谢谢 现在安装观察吧 先别动 等证据手续充分了 我才能有所作为 好 小鱼 小鱼 金总通知你周三出差去东莞 小鱼 郭助理 出差啊 对 去东莞 周三去周四回 周三 周四 我们有安排了 上周决定的 去工厂调试 已经约约好了时间 所以你看是你跟李总商量一下 让工厂那边改时间 还是你们改时间 可是 去工厂不是还有他们两个吗 我们负责的区块不同 各有侧重 无法替代 可是机票已经订好了 行 那我去告诉金总 谁让他们不提前做安排 来 你其实不去做调试也行 我们能帮你护论问题 对啊 你那一块我熟悉 本来就是我一直在帮你做修改 多照顾一道工序 不在话下的 我想去现场测试响应曲线 多做几个变量 看对响应曲线产生的影响 我周六看的文献里 提到怎么利用响应曲线 过滤杂波之后 修正反馈 所以我得去现场 随时根据测试的结果 调变量 拿到更详尽的一手数据 拿得越多 才方便我们做建模嘛 你们干吗这么看着我呀 你们干吗这么看着我呀 首先 你确定你的数学够用吗 其次 这个工作量巨大 可不仅仅是测试几个数据 那么简单 可我们的工作进度 未必能安排那么多时间给你 最后 你这个办法我看过 似乎没有成功案例啊 有成功案例 只是没在我们的专业 也有可能咱们的专业里 也有成功案例 但他们没说出来 这种靠程序修改的案例 靠拆设备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我打算试一试 利用我的业余时间 但是 但是这不是你的风格 你是不是让人红穿了 这么耗费精力 考验耐心极限的事 你也敢做 还是自发自觉地做 看看 我就说这人今天反常 陈教授 被你说对了 我真的反常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爸坐牢了 而且是预计把牢地 坐穿的那种级别 什么情况 没情况了呀 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身边有个黑洞 随时随地会把我吞噬 这种问题了 从昨晚到现在呀 我就一个感觉 轻松 而且是那种全身心的轻松 轻松到快要虚脱了似的 我昨晚差点把猪血吓死 不过被你们这么一说 我倒是找到了一种 新的感觉 人家那种招不保息的 焦虑 急切 狂躁感 全都没了 你们说我宇春辉 会不会从此以后 变成一个脾气极好的面人 拭目以待 我相信自己 那该不会你以前的浮躁 浅尝折止 都是因为招不保息 感觉前途没希望 不确定 我写这么栽脏 这样显得我的人品 本身没问题 要不 您们来以后帮我多留意观察一下 叶鲁卉 你可别碰得一下变得这么卷了 压力很大的 你这方案还有点粗糙 但我能理解 你为什么要赶着周三做 周三你们三个人一起去 一个可以在前面给你改变工况 另一个在后面帮你数据记录 你在现场可以观察 还可以随时调整方案对不对 对 不过你提出的反馈干预 确实是个另辟蹊径的思路 我们在原有的组装剑的基础上 能做的文章 已经是发挥到机制了 包括你上个月和客户单位 讨论那个改造方案 其实也是螺丝壳里做到场 改变不大 你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如果能成 在精度上会有一个小的质变 但国内没有先例 所以成败五五开 按照公司现在的考核办法 我在奖金上会比较吃亏 同时我预计 这个想法不论成败 都会非常地耗时 那么可以想见 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在经济上会很吃亏 所以希望公司 可以考虑糊弄我几个早 喂饱我 我再研究一下你这个草案 李总 还有市场部的那个工作 工作量不算太大 但是足以截断我连贯的研究思路 所以想请李总 能不能帮我把市场部的兼职 改成有情出演 这样我可以根据我的研究进度 比较灵活地 安排去市场部工作的时间 李总可以尽管告诉金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会比较穷 所以肯定会很乐意 有情出演 正总学费 只是在时间的安排上 得多给我点主动去 这相当于 汗烙保收 改成技价 灵活上工 李总总结得好 这样你在市场部的收入会吃亏 你这两头都吃亏 必然是这样 可是我研究了这么久的文献 好不容易有了突破线的想法 如果不着手试一试 会很不甘心 那你回去尽管完善你这个方案 把你翻译过的文献同步给我 我考虑考虑 谢谢李总 不过我的这些想法 连自己都涉及不了 只有草案的这些内容 好弯把弯 有好想法 马上汇报 谢谢李总上市 去忙吧 李总再见 这一二三四 横跨四个学科 这小姑娘太敢想了 哪个小姑娘 余初辉啊 这小姑娘不得收回了 我之前私下 一直想把当成 我们技术部的 吉祥物供着 要说回啊 我这周三客户那边 还等着她过去呢 其实这事其他人也能干 我给你再介绍一个 技术更全面的 我不要 没有人比她好 你说客户啊 真是很奇怪 就认她那一套 可在我这儿 这是她的主业 你 你出玩儿翻儿啊 我不玩 你出来的时候能不能弄点声 老飘过来怪吓人的 伯伯还没醒呢 没醒没醒呗 他又不上班 啥时候醒了啥时候起多好 不正常 我喊他他都不醒 怎么不正常 哪儿不正常了 你为他吃什么 什么意思 你话给我说清楚了 你刚说什么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能不能不拐弯抹角地说话 你个小丫头骗子 来了你就找我的茬 怎么的了 还天天地盯着我 盯着我干吗 我一个保姆除了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 我还能干吗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现在伯母这么吵他都不行 我就问你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我知道吗 我应该知道吗 我是医生吗 怎么的 我还得为了这个特地考一个医生的职证吗 那行啊 你把你的包冲去都打开 让我看看啊 看看里面有没有违纪的药品 让你看看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他老婆呀 你还是他女儿啊 你就是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带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就是个贱户 不要脸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你凭什么查 我要查也是警察查 轮得到你查吗 行啊 那我报警 我等警察来了 看他怎么说 报警也轮不着你报 你把手机还给我 你一边待着去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孕妇 要是我有三长两短的话 你吃不了兜得走 别吓唬我 我一点都没碰你啊 你一边站下去 怎么了 虎虎 喂 齐先生 你赶紧给我回来啊 我告诉你 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 赶紧回来结工资 要不然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呢 离我远点啊 我可没碰你 别跟着碰瓷 来 行了 那既然你都回来了 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吧 就是这个女人 污蔑我 说我给老太太投毒喂药 害得她睡不醒 还要报警验毒 我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保姆 我其后没做了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受过这种冤枉期 要不是我有职业道德 我大光子抽死她 我告诉你 你都不知道我文武双全你 那个 那个 这事说清楚了 其实就行了 说什么清楚了 说什么清楚了 咱不做了 行不行啊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反倒她肚子里 还还着你的孩子 就这么着 我走 不是 他也不太了解 刚来我们家 老太太状况 他真的是不了解 齐先生 我们做保姆的嘛 就是这样 你说在谁家做吧 都是做 干得开心了 我们就干 干不开心了 我们就走 你说哪有这样的像 盯着贼的似的盯着你 我可受不了这冤枉期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那我跟她说说 说说行吧 你跟她说得着吗 是她发我工资 是你发我工资 再说了 就这种人 三天她就敢污蔑我投毒 还要报警 你算哪个儿聪啊你 难道不是吗 这伯母前几天都是好好的 七点钟起床 可是今天呢 我去叫她的时候 她就是不行 眼睛珠子 动了几下以后 也不起来 这是正常的睡眠吗 这吃了安眠药 才会这样 忘什么狗抽屁 她是个病人 她这儿有问题 你这儿也有问题吗 一天到晚 你自作聪明你 你不用脑子想想吗 她儿子星期六期一天回来 她高兴的 她高兴大劲了 星期一她多睡一会儿 她不想起床 你不是叫不起她来吗 你跟她说你要拿针刹她 你看她起不起来 那你一开始 就应该告诉我呀 你要不就是在误导我 要不就做贼心虚 谁做贼心虚啊 谁误导你 我干吗跟你说 晚上赶着跟你说 你防贼似的防着我 我像你那么贱 我主动找你说 结账 我知道 知道 妈 伯母 妈 醒醒 妈 妈 妈 这是怎么的啦 关过去了 好啊 来来来 拿个冯一针 我扎她人中我 要不扎人中啊 送她回来啦 你回来啦 对对 回来来回来 你帮我把衣服穿上 我出去跟她聊你 伯母 我帮你把衣服穿上 来 哎呀 这个 这个小河吧她 年龄小 不懂事 你是 我们就好聚好散吧 好吧 不是 不是 您别 您别这么着 我 我替她跟您道个歉 齐先生 其实啊 咱们都心知肚明 不光是她 对我不放心 其实你 对我也不放心 我理解 做保姆的 干的人家多了 见的也多了 对吧 有这种病人的家里面 都有这种担心 很正常嘛 担心自己看不见的时候 保姆虐待她啦 对她不好了 她又说不出来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也说了 我这个人嘛 就是这种性格 开心了咱就干 不开心咱就不干 我受不了这冤枉气 所以说呢 今天咱就 把工资结了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就你也给我那点工资吧 你一时半时啊 你也找不上个人 对吧 行吧 那就择日不如壮日 你今儿就走吧 好吧 凡是你主动提出辞职的 我就按按劳动合同法 来跟你算 行吗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虽然说今天你没有给我妈吃那个安眠药 但是你平时怎么做的一点一滴我都看在眼里 我以往对你这样只不过是投鼠机器罢了 懂吗 早有打算 弄了个圈套让我往里跳 找了个傻女人来 逼我自己主动辞职 可以 可以 哎呀 不就是找了个免费的想要替掉我吗 对吧 你别说那么多啊 其实我很清楚 你说那些话 做那些事 无非就有一个目的 想让我给你涨工资 对吧 就许你贪心 不许我顺水推舟 反正辞职是你提出来的 啊 根据你们公司的规定 在我这儿 一点补偿都没有 好 怎么了 替你她回公道了啊 你把她赶走了 这事也是我误会她了 但是她也没解释 一上来就开骂 就算她今天没有给我妈吃安眠药 她明目张胆地欺负你 这开玩笑呢 我能同意吗 好 侠爷您慢走啊 好 你都不知道 当时你不在的时候 她骂我骂得好难听 我气得张得肚子都疼 那现在还疼吗 白白带你上医院看看 没事了 你替我出了气 我现在气渗了 我就不疼了 谢谢你 你跟我说谢谢 你是我老婆 我不保护你保护谁去啊 妈 您这是 上厕所 上厕所 我来 小心啊 那个她系列刷药都会 你旁边提醒她一下就行了 换指药库你会吗 这两天记住了 就是换前拿这水擦一下之后呢 拿粉扑扑一下 在家里呢不需要穿 就是出门和睡觉时候穿就行了 幸亏有你 放心吧 嗯 喂 齐总 有一对中年夫妇来公司找您 但是没说找您是什么原因 男子是姓何 行 知道了 我又要回去 挂了啊 上厕所 来 走吧 坐坐坐坐 我要跟你聊几句啊 今天那事呢 其实你是有点责任的 不然你想啊 保姆她毕竟是外人 要让她随时随地自觉充满爱心 根本就不可能的 她就是圆木求鱼 那怎么办呢 那你只能要对她进行监督 又管理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你跟她磨 你磨着磨着才有可能 会磨出一个比较合适的保姆来 好 你没有拿到缺盗的证据 你就跟她发生冲突 显然是不理智的 你会把自己搁到一个 被她欺负的地步 对不对 可是她好粗俗啊 她骂我的话都太难听了 我不能她咬我一口 就跟她对咬吧 是 是 是 但是你被她探出深浅了呀 那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就使唤不动她了 而且她会欺负你 可能连带着 连我妈一块儿欺负 所以必须得开除她嘛 来 就像吃过人的老虎 她肯定是要枪比的 就算她做得再好 也肯定要走 对不对 是我惹的祸 今天这个事呢 某些人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对不起啊 其实啊 这管理保姆跟管理公司 有一曲同工之处的 得从人性出发 你呀真的是一点管理细胞 都没有了是不是 好了好了 咱们吃一切找一只 我过两天再去找一个 性格比较好的保姆回家 好不好 但是你也知道 找保姆不是很好找的 这段时间可能要辛苦你了 我会做好的 我相信你 对了 我要去趟公司 你先去忙吧 你快点去 你不要到处乱跑啊 你小心齐阿姨过来 打击报复你啊 我知道了 你快点去 好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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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failed 你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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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y verification 看签园 就怪责问题了 Tackle 我们有Googleações 包括 谢谢 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住者告诉你们的吧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只要百度搜你的名字 在一大堆同名的人里面 跳出符合你条件的 你就在第二页 我们洪洪到底在哪儿 你们可能有些误会啊 其实说实话我 真的是很爱洪洪 我呢年龄比她稍大一些 所以也会更加纵容一些 洪洪提出的要求 要是无伤大雅的 基本上我都会努力地去 满足她的要求 其实说实话 我并没有故意地去阻止 和你们之间的联系 洪洪你们也很了解 她只不过是闹闹独立 那我也是希望她开心 因为最近她找工作特别不顺利 所以她心情非常地不好 但我是想与其正面指正 还不如硬实力道 听说了 来 这是我的地址 洪洪就住在这里 不简陋 但房子我一定会买的 我的工作环境 今天你们看见了 想必也打听了我的个人实力 我绝对不是那种 睁眼说瞎话的人 所以 两位还有些什么疑问吗 不好意思啊 本来应该请你们吃午饭的 但是上午有些私事 耽误了我的工作 也让你们久等了 那我现在需要 利用午休的时间 把我的工作给处理一下 本来应该请你们吃饭的 但是 不好意思 我们也急着找洪洪呢 好 叔阿姨慢走啊 保重 谁是你叔 有多大岁数啊 看看 真是叔阿能信吗 先去看老洪洪再说 我们问洪洪 两边一对照 什么真相都出来了 洪洪现在能干吗 跟我们说实话吗 我饿了 你等一下 我现在给你做啊 这肉怎么做呀 手撕包菜 这也是高难度啊 这也是高难度啊 我们吃外卖行吗 我饿了啊 行 你等一下我再想想办法 我饿了 我饿了 有了有了 我们吃饺子吧 瞎人的 又快又好吃 你等一下我往下就坐 你不要走 只要你来 你看这边 行吧 我来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 什么味儿啊 这真的是老婆笑了 洪洪 洪洪 开门 洪洪 洪洪 我都看到你了 把门开开 是七幕告诉我们的地址 你把门打开 你们来了 来 来 进来 来 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来看洪洪的 洪洪 洪洪又是谁啊 伯母 你赶紧吃饺子吧 要不然凉了 我说过我不吃啊 这又水饺啊 不是 出发还有菜 我跟洪洪洪吵架了 亲木把他解雇了 现在没人做饭 洪洪 很好吃的 跟你说过了不吃 我说别的 这就是他说的私事 洪洪不走了就让我们洪洪做饭 你们是来抢我孙子的是不是 我跟你们说孙子是我的 你不是不能带走的 洪洪 洪洪 这是我爸妈 他们是来看我的 你孙子在深圳吗 你骗我 你骗我 别别别 别说了 你敢说了 你别说了 拿手套拿手套 你别去帮忙了 洪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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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气 我打我了 有没有不好气 你们老把我孙子带走了 你们把孙子给我带回来 不是 不是啊 别扎着 别扎着 你不是我孙子的外婆啊 不是 我跟你说 他们把我孙子带走了 他们还不让我看孙子啊 我想孙子啊 我想孙子 他们不让我看 把我孙子带到楼远楼远的地方去啊 对 以你做家务的水平 最多也就是只能照顾好自己 现在保护跑了 你一个人 管得了这个家吗 管得了这样一个病人吗 你准备怎么办 你跟我们走 你根本就没有义务留下来 妈 我知道我不嫌 我做个菜还得去网上查呢 可是我不能走 首先呢 我要跟七母待在一起 还有 从道义上来说 我也不能一走了之 怎么不行呢 你怀着孕呢 你的身体承受不了这样的工作量 名正言顺呢 我现在还没有感受怀孕之苦啊 而且你看啊 我这来了之后 把家里弄得一团乱 那洗衣机也被我弄坏了 家里一屋子的臭味还停电了 这七母二话不说啊 就买了个新的洗衣机过来 而且我还把窗帘给弄坏了呢 她还摔在地上了 七母也没说什么呀 就是那个保姆看我不顺眼罢了 然后 你就跟那个保姆吵起来了 她说话太难听了 她说我未婚先孕犯件什么的 我当然要跟她吵了 然后那保姆就撒泼一样的 闹得天翻地覆的 她说她要辞职啊 七母也留不住她 就让她走了 你说这些烂摊的都是我弄的 我怎么可能一走了之啊 何美红 你是做家务得了吗 根本就不是 是啊 寻常家务 你学学也就怕了 可现在还有一个 你照顾得了吗 这样的条件我都做不到 我都学不来的呀 好 红红 虽说做人不能视力掩埃 可你看看这环境 我根本就不适合你住 你从小到大就没住过 比这差的地方 季木很快就能找到新保姆了 这都不是问题 而且这青菜什么的我可以弄啊 这鱼儿瞎的买速冻的就好了 这又好又快 不比外卖差 爸 可是你呢 你自己呢 你是孕妇你需要营养 你每天吃这些怎么行 再说你的身体 马上就要有反应了 人家孕妇这个时候在家里 那都是众星捧月 你呢 你那座老妈子 你得伺候人 你吃得像吗 你从小就不是一个受苦的人 你妈妈说得有道 这人都是磨练出来的 这宝木很快就能找到 这都不是问题啊 你今早 看书了没有 或者说 这两天半 你看书了没有 你怎么能这几天 连书都不看了呢 你看看 这就是你未来的生活 没有书相为伴的生活 我看到红光满面 估计能挺长寿的 你也马上将有自己的孩子 你以后 会比今天更忙 更没有时间看书 你真的可以忍受这样的生活吗 你以后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回答我 我饿了 爸 妈 人不能总想到自己 我有我的道德自律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 不是 问题是 这真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我跟欺慕在一起 包括后面的发展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乐在其中 我也愿赌服输 我请你们接受这个事实 不要再来干涉 我的感情生活了 好吗 你心里记挂欺慕一家 就不顾我跟你爸的感受吗 这不矛盾啊 我跟你们是亲戚 我跟欺慕那是爱人 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 如果我们拼死反对你跟欺慕交往 你选择谁 妈 你不是那种无知妇人 我知道你现在激动说了这些话 你不会野蛮地去干涉 女儿的感情生活的 我请你冷静一点 我野蛮干涉 你跟欺慕的事情 是第一次爆发吗 我冷静了多少次 我跟你爸妥协了多少次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你让我怎么忍心 让你在这儿待下去 我能眼睛看着 女儿往火坑里跳吗 我说了 我有自己的道德自律 我不能享受在前吃苦在后 我不能语言和行动双标化 我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也知道以后会很辛苦 但是我愿意啊 林莫 如果你的选择 是受到高明诱导的结果 你还需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吗 那就让我为自己的眼下付出代价 我说过了 我饿了 不说 不说了 起来 起来 陶和 我们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在她心里 还不如一个认识不足一年的人 有什么可说的 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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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这些人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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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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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总跟你们李总商量了 以后你来我们部门做产品演示的话 算作友情出演 你的收入论次数解散 不参与项目提成 然后差旅费呢时报时销 数字都在这份协议上 你好好看看 没什么意义的话就签个字吧 金总大气 我看能找你 去签个字就好了呀 事关时间金钱怎么能随便 我自真剧拙都唯恐不够呢 咱求人计较 真求人能舍得放弃兼职 改为友情出演 我是那种有信仰有追求的求人 行 对了 还有周三的出差 金总特批 你不用去了 金总赢赢 知道你们想问我什么 我的回答是 一 我的未来基本上 不会再有大的波折 所以不再需要拼命搂钱 存储太多的储备粮 二 凭我的长相 社会身份 以及身后无负担 有的是人送上婚房让我署名 并随便我挑挑拣拣 所以呢 我没有什么购房的压力 也没有生存压力 三呢 我可以回归像你们一样的 正常生活 适当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逻辑成立吧 完全成立 既然能过得去啊 多留点时间给自己 人生一世 不是只有挣钱一条路 对吧 浩子 嗯 对 我继续看协议了 那帮市场部的老鬼啊 不知道多么会操作 合同协议这种东西 不妨他们不行啊 郁文什么 你机会来了 要是没理解错的话 林初威现在不会拒绝他恋爱 我给不了他保障 你是说婚房吗 大哥 他就是夸张一下 你真按自然一次理解 不管从心理上还是物质上 我都给不了他保障 以前我与阿珠拒绝 我是因为家里的原因 因为我没办法给他安全看 但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还想着什么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看来是我资的多几个人 你别太悲观 不是 是我想明白真相了 真相就是我没有本事 以前我没有本事站在他身边 一同抵抗他吧 现在我依然没有本事站在他身边 和其他追求者共同情生 那就长本事 化感情为动力 好好工作 朱经理 小沈 今天查评的时候 发现有几个房间的空调出风口落灰 你提醒一下里面 好 朱经理 今天有位自称是你弟弟的人来电话 他说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 他就留在上海了 口气挺重的 你进帮吧 天天说自己是大学生大学生 送外卖 挺好 挺好 小初 小初回来了 你这是 进去睡吧 来 你们几个 你是第一个回来吧 我们平时工作都挺忙的 二二零一的露西 基本上是九九六 哦 这 就是每天早上九点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一个星期工作六天 谈恋爱就是下了班以后 黑咕隆咚地 绕小区走两圈 就是每天早上九点上班 既能锻炼又能共同感情 这阿初呢 一直都有兼职 以前是教舞蹈 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地回来 现在是做产品演示 每四演示前呢 都要做备课 结束了还有总结 反馈给各部门 用的都是业余的时间 谢谢 请 来 坐 坐啊 叔叔阿姨 你坐 二零三的珍珍啊 特别能吃苦 她自立且 很多实验设备都轮不到她 她只能趁着别人睡觉的时间 实验设备空闲了她上 整个二十二楼也就我 能正常常下班了 我们洪洪最闲吧 这爱喝水 谢谢 是不是你们上海的年轻人 都这么忙啊 一个人过来打拼 要想站稳脚跟啊 总归不会轻松的 小周 是吧 分人 叔叔阿姨来 是为了和你红的事吧 我们找到齐木的公司了 齐木倒是二话不说 很干脆 就把地址给了我们 我说齐木的态度反常吧 她胸有陈竹 不 她心里非常清楚 红红是不会跟我们走的 你看 小周也没觉得差异 所以是 你们已经找上门去 劝说了半天 和敏红还是死心塌地地 留在齐木家了 那小破屋子 保姆又跑了 她 我们离开的时候很气 可开车走到半路 马上想起 齐木今天这么干脆地给我们地址 跟上周六早上 拎着心力逃跑 这么截然不同的态度 其中必有大问题 所以 我们又这晚回来找你们 我们 只有这一丝希望 你们可能旁观者清 能帮我们纸条明路 我们保证 一定不会透露 我们找回你们这件事 是 凭心而论啊 齐木这个人 个人条件不差 叔叔阿姨担心的应该是 她比和敏红大一轮 她还有一个重病的母亲 从叔叔上来看 我侧面了解过 一定比你们以为的更多 和敏红在物质生活方面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小初 我能理解 你不愿意背后说人家坏话 小初啊 可是你刚才说的 我侧母这两个情框 就已经够致命了呀 你说她母亲才六十多岁 今天我们都见到了 身体很好 气色比我还要红日 最起码 也能活个二三十年的 可别等我们红红 辛辛苦苦地送走了这个婆婆 孙日子 这齐木的年岁也到了 这并万一再有个遗传 我们红红这个熟练功 又正好伺候下一个 我们这红红啊 这辈子 就哭不出头了 我们不算坏心人 我和她前妻 是不是以前也是因为这个 才离婚的 你看看 这都可以遇见了吗 我们红红要是跟她结婚 以后啊 一手托个老的 一手带个小的 被生活折磨得苦不堪言 可是她轻木了 已经有人为她扫清了 最繁琐的家务事啊 她可以心无旁骛地干事业 这位置越做越高 好了 她以后啊 她还会离婚 她还可以再找个小姑娘 她干得出来 她有这个前科 你说 我怎么能够放心 我们当父母的 我不能也真正看得孩子忘归 往这绝路上走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样 才能让孩子分人心痛 我不知道怎么 我才能把孩子拉回来 其实我们几个了解 和米红的事来 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也没有办法劝回她 和米红的事来 我只忘了 sul 都是儿子不讲款的事 还是不 remove心的事 所以就能干什么 也没有办法劝回nek 你还是帮助她了 你还是不想олн费 你也帮助她 我现在给我 你也不知道 我才能搞不定 你转身 你再联罐 我现在因为帮助她 那我爸爸 那选择要怎么样 还挣扎吗 还是高啊 我问你啊 你这怎么回事啊 你又汇五千块钱啊 爸 我这几天真的太忙 我实在是走不开 我可以发给你看 我现在还在加班呢 一会儿还要开会 你就是打算人不露面就汇钱是吗 你妈为了这孩子差点丢了命 你知道不知道 行了 你人要不来 来 钱也别汇了 我挂了 喂 我忙了一天 刚喘口气 你呢 我也一直在加班 一会儿整点还要开一个会 你不用接我了 你明天一大早还要出庭呢 你 没去看你妈呀 我 我给他们汇钱了 我这两天实在 真的是太忙了 公司事太多了 走不开 我先不跟你说了 马上要开会了 好 拜拜 再见 我来 以后啊 同学聚会你得常来 可别像之前一样 诱玩失踪啊 之前不是忙着闭关修炼嘛 我干注点名堂来 哪有脸件师兄妹 现在在升光啊 也算是修炼得到了 以后有什么机会 都提提法一下我们 什么提法嘛 是互相教练 互相学习 天这么晚了 我送送你吧 不用 我最好的朋友来接我 许初辉 你什么时候这么不爽气了 直接说男朋友我就行吗 我懂 随你们怎么想了 走了啊 师兄们 拜拜 来 走了 走 没戏啊 老同学 走吧 走吧 又干坏事了 刚才看你那几个老同学 好像有些失望 这个柚子用得特别好 丑死了 有些人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我是今天干成了两条大事 我把市场部的坚持 改成了友情出演 以后出不出差就随我高兴 当然了 坚持的工资不再汗烙饱收 得计价的提成也取消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 不用活得提心吊胆 我不得尝尝认性的滋味啊 我也想跟你一样 做些有意义的研究 这第二条大事啊 是我脑子里的预色忽然疏通 我忽然发赞地想到 我除了钻在电脑里找文献之外 还可以这个 还可以那个 包括啊 去找学校里的 依旧在独国的师兄弟们切磋 那这两票跟让我来接你有什么感想 一个师兄对我放电 这种事儿如果听之认知 也会会很影响我们的友好情绪 所以啊 我就有情地请你 客串一下我的男朋友 我假装毫不知情 把师兄这个念头 就掐灭 完全不伤情面 利用我 社会出啊 我让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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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 你又不要哭你啊 我赔了我赔钱你 你不要哭 干什么呀 你不要哭 你干什么呀 你不是打孩子 你们是谁呀 你们 我自己的孩子 我打我自己的孩子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自己孩子你也不是他 不 我管我自己家人 打死是我自己的孩子 谁的孩子都不能打 你们真是多管闲事啊 我的女儿 那是我的女儿 她偷我钱包 我教你她 我家里的事情啊 你哥 你哥 你再动一下事情 别别以为我怕你们啊 来人啊 大家要帮帮忙 打孩子了 你们怎么吃饭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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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小孩 我自己的女儿 我自己女儿 我教育我自己的女儿 这两个女儿都多管钱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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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冷静 你先冷静 有话好好说 我自己家里的事情 是他们在那儿多事啊 喂 言二零吗 我报警啊 报警了 有什么话等警察来了再说 不是 这报警了干吗呀 我来了 警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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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警 我报警 什么情况 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 就看见这个男人 喝多了当街打自己的女儿 打沙包都没他打得这么狠 现在需要立刻马上送到医院 去验伤和急诊 你别听他们在这儿胡说 孩子你打完 就是他打的 我们两个人亲眼看见了 打得特别狠 而且还威胁我 说不让我们插手 看警察有什么关系啊 我打我自己的孩子 我告诉你啊 不管你打谁 打自己孩子也犯法 知道吗 叔叔下身份证 小朋友 他是你爸爸吗 你能站起来吗 又是你们呀 盛哲 看见了吧 盛哲 看见了吧 我们跟警察叔叔是老相识了 每次我们除暴安良的时候 都被警察叔叔现场护衷 警察同志 我们可不可以先送小妹妹去医院 反正我们在你们那儿 都有登记过的 勉系 得等警察叔叔 给小妹妹开一个验伤通知单 程序很熟嘛 来 上车 跟我去趟锁里 来来来 这我 这我孩子 大家别看了 散了吧 别紧上交通 散了吧 来 谢谢你们两位啊 小朋友我们先接手吧 谢谢你们的福报安良 非常勇敢 警察叔叔 你能不能处理那个男的的时候 就假装他打的是陌生人 正常处理 如果小妹妹因此没有人照顾 你尽管可以打给我 我们都可以照顾他的 我们会依法办事 你放心吧 来 小朋友 还有东西 好 谢谢 你们注意安全 慢点啊 上车吧 早点回去吧你们 今天 今天的日行一扇真的是实大实的 没有一点重视 别怕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也是我封闭了记忆 从小到大 只要一想到 在我爸手底下吃过的骨头 晚上准做噩梦 我们回家想想办法 查查法律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介入 然后呢 再想办法收集点资料 呼吁加强对受报儿童的保护 是 那还不如指望 小女孩能够快快长大 能够早点独立 离开一下生活 其实我这情绪 说出来挺没面子的 我爸如果 我一边高兴 我总算能从黑总中解放出来了 一边又在担心 我是不是很变态 所以我爸做了我才会开心 总算跟着你做了一回好事 这事 算得上是没有争议的好人好事了 所以可见 我是个好人 你可以放心 你还有我们呢 再多想 再多想 就是为难你自己了 好啦 我是会出 是种玻璃线吗 给你吃 给你吃 好 珍珍跟着一起回来了 嗯 珍珍 你要是不累的话 要不一起讨论一下 何敏洪爸妈 没有等到你们回来 刚走 亲入最初是以公关稿为二 一次次地约会何敏洪 要是作为恋爱手段 无可厚非 可这时间点 太巧合了 何敏洪刚失业 而且失业得非常没有面子 她正好需要挣钱来证明自己 算她是个巧合 被七木逮出了机会 此后 七木请何敏洪帮忙管家门店流水 这再算在巧合里 说不过去了吧 让不相干的人管信心 这就意味着一种信任态度 对于当时 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何敏洪来讲 这种信任态度 就是一种极大的认可 所以让何敏洪产生了 是为知己者死的激情冲动 既然七木上身为了知己 那会儿我们又正好都不认可 何敏洪做的事 七木只要四十而非地挑拨几句 何敏洪与我们家务 就成必然的了 七木最善于掌控人心 主要是何敏洪太容易被人看透了 很容易被人诱导 控制 精神控制 精神控制 谁给我何敏洪爸妈的电话号码 我 拉黑电脑里 不过我们这会儿打过去 会不会太晚 给我 这会儿他们肯定睡不着觉 今晚 喂 小雨啊 喂 阿姨您好 叔叔 我们想跟你们讨论一下 何敏洪的事情 小雨 叔叔 阿姨进来吧 谢谢 谢谢 何敏洪入住七木家后 更便于七木的控制 这不 一进家门 他就烧毁了一台洗衣机 七木就能想法子激发出 何敏洪的愧疚心理 然后何敏洪出于道义 怎么都不可能离开七木家 更不会丢下可怜的七木妈不管 当然了 里面可能也有感情的因素 包括肚子里的孩子 这七木有什么必要 控制我们洪洪啊 我们洪洪一 不会做家务 这不第一天 就烧毁一台洗衣机 二 我们家又不能够好 因为何敏洪容易控制 而且你们溺爱 这个唯一的女儿 只要控制住何敏洪 阿姨不也是说 要代替何敏洪 去亲母家帮忙吗 那理所当然 何敏洪生孩子养孩子 忙不过来 毫无疑问 你们会自带薪酬 主动送上门去发光发热 那何敏洪 会不会做家务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么好运的一家人 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洪洪以为的两情相悦 其实是气幕 给我们洪洪制造的假象 是这个意思吧 小初 叔叔 阿姨 你们还真是一家人 到现在还在讨论爱不爱的 赶紧拿主意吧 不然洪洪就真的惨了 我看这事啊 需要外力介入 我们回宾馆仔细商量一下 务必要一举成功 否则 不仅被气幕提防伤 我们洪洪也会抵制我们 气幕这个人手段逼我们狠了 我们这一次 再不能大步准备支撑 那还有 好 洪洪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呢 我看这事啊 还是等洪洪回家后再说 等他醒过神来 真正清楚自己经历了什么 我们再放手 让他自己做出选择 可是时间不等人哪 这要是撑下来 也只撑八个多月了 以洪洪这固执的脾气 恐怕 那就算是教训吧 他总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总是我们扶着他 他永远长得大 可这教训 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尤其是你人家 会经历多少非议和难处啊 楚楚阿姨 我倒是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想法 就是不知道你们采不采纳 鹤鹅 吃药了 颊子 颓 这个药可甜了 酸酸甜甜的跟糖一样 你尝尝吧 你要不吃 我可就吃了 你看 这里面就没几颗 你要不要尝一下 进去了 好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好吃吧 我扶你躺下 来 小心 慢点 小心头 小心头 往下一点 好 感觉露西有心事 平常她都不会 这么不请自来的 她应该是来三心的 随她便吧 她自己不说 咱们也别问 咱们二十二楼谁没点儿心事呢 天还 太完美 聚愁以后的不悔 眼眶中的泪 是我感受过的风 沉迷让人醉 忘掉一段洗火杯 面有多狼狈 心从不改写 也许你也曾经为了那个梦 可以我不管 我不问 我不妥协 让我做一个幼稚 肆意在雨里狂奔 也许流年总有碎裂的几夜 我可以对自己 对时间说不妥协 别留恋忘返 镜头不会太遥远 也许你也曾经为了那个梦 可我不管 我不管 那个时候多无忧无虑啊 让我做一个幼稚 肆意在雨里狂奔 也许流年总有碎裂的几天 我可以对自己 对时间说不妥协 别留恋忘返 镜头不会太遥远 镜头不会太遥远 在家里做的几夜 远就在晓得 撕尘 numerator ,你不可能issa 来 谢谢 谢谢 您那个 您点个东西到了 查处一下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妈 妈 妈 再见 谢谢 那个 买那么多食材 肯定还没来及做饭吧 爸妈要回去了 过来看看你 要没什么事 我们就走了 我们先走了 要不你们进来坐一下 你今天收拾得挺干净啊 每天都要打扫一下 这一大早啊 家务活肯定就是最多 还没有吃早饭吧 刚买的那些食材 还没来得及做 还真睡不了了 没事 爸妈给你带了 你爱吃的小馄饨 老何 馄饨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来 红 这馄饨哪儿是我们的店里 看着煮出来的 拿到这儿温度刚好可以吃 你赶紧吃了吧 还有一盒是给亲母妈妈的 伯母在睡觉呢 一会儿再说吧 那你赶紧 快趁热吃 你的一盒是带虾仁的 你一向喜欢吃虾仁馅的 你们吃过了吗 要不要一起吃一点呀 我们吃过了 我们吃了 你赶紧吃吧 好 嗯 好吃 谢谢爸妈 好吃就多吃点啊 来 来 来 你去开车门 你去开车门 我去开车门 多吃了 我去开车门 我去开车门 你去开车门 去开车门 来吧 快吧 钥匙 钥匙 快快 这钥匙 这 和叔叔好 小叶好 我们按照Lucy的办法 非常顺利地 把洪洪接到了我们车上 现在一切都好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 我这就去契母的房间 收拾洪洪的行李 好 是好事 但是你们最艰难的时刻 应该是在和敏洪 药效薄荷 我知道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 洪洪被我们带走以后啊 契家只生契母妈一个人 契母妈生病不适合一个人在家 我有些放心不下 但是洪洪呢 没有给过我们 契母的手机号码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能不能告诉我一事 好 我问问朱哲他们 无论有没有 我都给你回个电话 好 谢谢啊 谢谢 如果你们诚心感谢的话 最好约束何敏洪 别再来跟朱哲和于楚辉拼组了 他们两个在上海都挺不容易的 都很忙 也很脆弱 经不起何敏洪一再给他们招会 正好何敏洪把行李也搬走了 合租就到此为止吧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对不起啊 我一定做到 好 好 拜拜 再见 谁有积木电话 给何敏洪爸妈发个过去 说到人品啊 何敏洪的爸妈心情真的挺好的 他们按照Lucy的办法 把何敏洪接走之后呀 还担心独自留在家里 欺慕妈妈的安全 找我为您要欺慕的手机号呢 这可真是一家人啊 我一会儿给欺慕打个电话 你跟他们说一声 让他们别担心了 能干吗 我来说一遍 保证 你很倔岛 我来看 你不在中国人 在中国人 我来看 我来看 你会不会不想 你怎么在这个地方 我怕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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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者 住者 我告诉你 我的事情是找查数 有人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 是短信 具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短信上说 请转告欺慕和米红回接 亲母母亲一个人在家比较危险 什么意思啊 谁给你发的 我也莫名其妙 我只是原话转告而已 我 妈 人去哪儿了 怎么看着人看不住呢 你离婚我不管 你把我的孙子还给我 你给我去把孙子带回来找回来 我要你把孙子给我找回来 您别生气 你离婚我不管 你把孙子找回来 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不行 不是 把孙子给我找回来 你少说几句好不好 你给我找回来 找回来 你来王毅进会儿行不行 我带着孩子怎么带你啊 我三头六臂啊 我没有三头六臂 我要上班 我要工作的 我要工作的 知道吗 我要 一个月一万多块钱 我容易吗 我 我容易吗 你 我 我 你 我要生死 我 不要 我 你 你 我 你 我去找 我去找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 都是好心人 又都不肯承认 我怎么在家里啊 对 你是在家里 我先别乱动 再睡会儿 我头好晕啊 您要给我吃什么 你们这是犯法 你们知道吗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你尽管报警 爸 爸 你们怎么干得出这种事啊 秦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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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牧让妈妈现在在家呢 她一个人 她有病啊 这很危险 你们知道吗 晚了 我们只有四只手 我们只够管你的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让秦牧去骂 去恨 随便她 我还对她恨之入骨呢 我干 你们还有没有任性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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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们干嘛要这么做 我叫佳老人 为什么 为什么 问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红红啊 我们上班去了啊 挺好的 就这样送过去吧 你今天采访的时候重点查一下地毯毛发和卫生间门口地毯发明情况 好 小水 我去一下王总那儿 好的 朱经理 你们都知道吗 我听说昨天有人在餐厅投诉朱经理 说朱经理滥用职权 利用职务之变 对客人的隐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对啊 怎么回事 余朱辉 改得差不多了 过来看看吧 你俩干嘛呢 你俩干嘛呢 本次实验充分验证了动量守恒定律 周一的晚上我一个邻居 以训练有素的跑速 弥补了竹竿身材的不足 瞬间撞飞了一个作恶撞汗 我刚才牛刀小事充分可以验证这一点 你干嘛去了 我昨天就看你眼睛红的像兔子似的 老实交代啊 分了你个头交代 我每天晚上查的资料都到深夜 容易吗我 最近还在子学研究生数学呢 我说明 这个设计草图就是他昨天晚上做出来的 真的假的 余朱辉 你别太勤快啊 容易没朋友的 浩子 我昨天死活觉得 我的设计性接近完美 但是看了你改的东西才发现 全是细节的盲曲 其实你犯的错误就是因为时间太少了 这些东西只要自己动手做个技术 人切做不到呀 我就是手笨 洗个破壁漆 都能洗得双手血淋淋的 这个还是交给你来把关吧 你看 昨天剪个菠菜根的成果 行 那既然这样 下午就计算筋模拟 行 那我去调整一下 我把这个发给你了 好 说 你们这就完成了一个设想 你这问题问得太新手了吧 早呢 还没有拉一下满复合 不知道会出什么幼蛾子 感情没朋友的是我 来 进来 老大 干吗这么看着我 你朱哲怎么会被人投诉 窃取客人私人信息 这么低级的错误 怎么会发生在你这种老法师的身上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那碧希是恶意中伤呀 行 按程序办事啊 你自己先处理一下 否则呢 等程序一旦启动 那也是麻烦事 好 我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那个小黄怎么样啊 我昨天碰到她 我问她 如果说重要的客人 想要加急干洗衣服 最快多长时间 可以保证拿到手里 你猜她怎么回答的 她说我不知道 这么简单的问题 难道你没教过她吗 培训计划 老大不是亲自过目过目 我可是一死不果的 照着来的 而且小黄 她接受能力很强啊 不得不说 这前厅呀 这前厅能人就是多 你守在这儿给我 大麻烦眼啊 看小黄每天下班时候 喜极洋洋的样子 傻子都能看得出 她干什么去 那你知道还问我 我知道你 一向护着女同事 但是你看看 现在结果怎么样 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为什么会忍着 郑静的浮躁 总是倾向性地去提拔她 因为郑静起码她 她表现一以贯之啊 而这些女同事们呢 她们要么今天 谈恋爱 明天生孩子 后天呢 孩子生病了 得送去医院 大后天呢 会被老师叫到学校去开会 这些都是不可控的雷区 是啊 我还知道 很难给新妈妈们押工作 要尽量避免 给她们安排夜班 怀孕 跟哺乳期妇女 要远离甘喜房 你看你都知道 既然你都知道的话呢 以后就不要跟我吵了 好不好啊 还有啊 再说你 你现在虽然单身 也没有家庭的拖累 但是一旦考虑 要提拔你的时候 有些人就不得不回去想 像朱哲这样的年纪 会不会突然之间 就结婚生孩子呀 这样的影响 得一直持续到 孩子上一二元之后 那谁还敢用你呀 行了 说点别的吧 你就在 我这儿 把电话打了 先把投诉的问题解决了 好不好 毕竟你是经理 你得控制好影响 别愣着了 来 你告诉我号码 我来帮你拨 喂 处长 我告诉你啊 你除非跪地求饶 否则你别想让我撤销投诉 齐木 投诉的事先放一放 你现在还跟我讲道理了 还撤销投诉 我跟你这个打扫卫生阿姨 认识吗 有交情吗 你们家的地址 是你自己给何敏红爸妈的 你别想栽葬在我头上 别说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地址 即使我知道 我也懒得给他们 我根本看不上 他们那点战斗力 我就是想看你吐血去吗 既然你坚持啃我那么好 我做人是有原则的 我从不主动伤人 但也不会放过一个伤害我的人 如果你不撤销对我的投诉 我这手头里有你第二次离婚的始末 和你离开深圳公司的始末 我很愿意跟你与死网破 友情复制你前妻去你深圳公司闹那一处 不知道你现在的上海公司到时候 还有没有这个容忍度啊 我活得够不容易的 你要干吗 你们都要干吗 每个人都帮我一成皮 是不是 有点良心行不行 我够善意的了 你少来惹我 严禁于此吧 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够洗刷自己了吧 够凶子 出来混的 谁都不容易 余初慧 你要说话孩子 没 我姐目珍珍收集了国内外经验 看看怎么帮助那些遭了家暴的小孩 面对那些家暴的家长啊 就一个办法 揍腿 不服 再揍 服役 好在在我最没战斗力的年纪 我爸在外打工 不然我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残了 我得午休一会儿了 最近睡眠严重不足 余初慧 虽说你爸出事了 但你也不能立刻就变成一个 极度自律的人是吧 我同屋的初姐 发给我他们老大的讲话 我看了之后啊 女性的就业性是太严峻了 我得抓紧时间 趁着现在未婚未育 提升一下自己 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 隔壁组组长中午跳脚骂 他们组的女生全去生二胎去了 他们组全组人超复合工作 他说他以后都不知道该咋招人了 真是悲催啊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谁除了 他的大夫人 评过脸 从这儿开始就消失了 我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 我觉得他可能把我拉黑了 不应该呀 我瞧他之前对你死情他对的样子 他不是还把传家宝送给你了吗 为什么 你太忙 总要说个理由吧 不声不脚算怎么回事啊 我大概清楚 她为什么不理我了 就是因为我一直找各种理由 没去看我妈 她对我失望了 不过我也不想再问她 什么理由了 我怎么做到面面俱到啊 我自己的生活 自己都掌控不了 我先忙了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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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回去吧 你也快回去吧 我再帮你排查一遍 我回去也没什么事干 不如在这儿多学一会儿 好 何敏红 吃饭了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你们这是违法的 我可以告你们 她说我们非法拘禁 怎么了 心虚了吧 上哪儿告歉 你管我上哪儿告歉 您把我手机收了 王爷被你们断了 但是我明天 可以把传单散得全小区都是 我就不信没有人看到 来报警帮我 现在就写 不拦你 谁上门来我就一句 好端端的一个小姑娘 跟着一个良心坏头的中年男朋友 不三不四的同居 还落个未婚陷孕 大家谁来评评理啊 反正我是不要脸了 你要做你使劲做 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做了些什么 你胡说 你是故意抹黑我的 你放心 我毕竟是你亲妈 不会故意抹黑你 我只是把你做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不做一个字的评价 不做一个字的偏差 你只要真心觉得你做得没错 那你就不用怕别人的反应了 对吧 大家都会支持你的 觉得你做得好啊 别怕 现在就写 李莫只焉在那背着呢 赶紧写传单发出去 今天吹北风从南窗发出去 会吹得比较远 我真的没想到 我辛辛苦苦养育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我的信用 还不如一个骗子 不是啊 我给你们的爱是两条线 完全是不影响的 你们为什么偏偏跟积木争宠呀 争宠 不要跟他说了 不要跟他说了 他心里认定我们是坏的 那个积木是好的 我们模糊嘴皮说也没有用 那就让他写传单 让别人来评评理 到时候他也只会认为 那是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 众人接触啊 我独青 那也不怪他 一定是我的教育出了问题 我活该 我求人得人 你愿意崇高 愿意无私帮扶老人 愿意吃苦 这些我们都不会拦着 这是好事 但如果是有人拿崇高拿爱 骗你去做牛做马 我们死也要拦在你面前 因为我不能看着你沦陷 积木他没有骗我 既然这结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偏偏去计较这个过程呢 当然计较了 自愿与被骗能是一回事吗 我是当事人 我自己很清楚 我是自愿的 你啊 当局者迷 你听你妈妈的发传单吧 让警察上门 让社区公司人员都上门 还听听他们怎么说 你说这阿初最近是变成剁手挡吗 今天都有好的快递 我们俩最近喝豆浆 这里面啊全都是豆子 我俩的早晚喝一杯 比较费豆子 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 你这情绪不太稳定啊 喝点水 谢谢 我自从那时候以后吧 对男性的接触都比较排斥 她是苹果脸这种 像高中生一样的笨拙示爱 我反而接受 但是她这种性格呢 也注定会让她去接那些 没有报酬的官司 但是她也注定地接受不了 不对我爸妈的态度 所以可能 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想清楚 你们俩根本走得走 怎么听着想难把何炳红啊 那倒不至于 她还挺聪明的啊 带人接物什么的 还是不差的 和苗有差 我有个疑问啊 都是成年人 心里有什么不满意 当面敞开了说清楚就好了 干吗还偷偷把电话来 这什么意思呀 难道是因为我的武力值太强 不敢当面跟我说清楚 好像我们二十二楼见到你 都藏着掖着呢 还是说我跟阿初 珍珍 我们都是亡命之徒呢 理念不合 分了就分了 干吗检掉自己呀 又不是你的错 我真的没做错 你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干吗把自己看管得这么严啊 其实我挺羡慕何明红 这么穷折腾 到头来 她爸妈还给她操心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 命理无实 莫强求 对不起啊 给你们添麻烦了 对不起啊 你确定要走 我要回上海 我在那儿租了个房子 那是我落脚底 我多说两句吧 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站在你爸妈的角度 替他们想一想 我刚才听你说了半天 但是你更多的是想你自己 父母把你养大不容易 顺从他们一想也是应该的 我还是那句话 请爸妈放心 儿孙自有儿孙父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让他走 哄哄妈 哄哄妈 但我会想要的话 你自己继续 他在那儿租了 你怎么还要来 你这孩子 我看来 我看来 你这孩子 你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随意地侵犯我的隐私 干涉我的社交 围观我的痛苦 甚至看不见的手 就操纵我的人生 好好别说 我没说完的 齐木 我听朱哲说 你第一次离完婚以后马上闪婚 这就是你说的爱吗 什么意思 到于四晚破是吧 行啊 看看咱那谁先死 报仇这种事呢 经济性太差 你跟我一样 不过是个打工的 折腾不起 古文 你要是没有本事 给我养老送终 你干吗养我 是你把我养废了 是你害了我 我没想到 跟你们两个读大学 共出两个贝尔郎来 你这个工作服没有换 跨部门实习 你这是要升职的前兆啊 你回去继续培训 我们的谈话 暂时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 反正我是不相信 露西能做过三从四的 愿意做长姐如母的人 那小孩指不定是谁 我才多年轻啊 爸 我就带着绵面 我怎么找对象怎么结婚啊 我爸 暴力犯罪诞生 醒满后会赖上 结婚对于大夫人来说 不只是两个人的结婚 更是两个家庭的融合 我第一次觉得 资产行贿 我还是坚信 无论恋爱还是结婚 应该只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在转息资产 我给他罚了五数个坑 你爸这儿借一百万 那边又借两百万 我还债还那儿 是亲家当产的 我现在还不知道 他还欠了多少家 叶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你只要调度她 整个叶家都是你的 你说代家是怎么样 一个烂摊子吗 你明明就知道 你妈妈是什么样的人 但你就是不忍面对 这才是我最大的鼓起 为了真真好 为了大家都好 你妈要真是全身瘫痪 那就好了 为民除害啊 哎呀 这下宝贝女儿 我最爱是人的 我自己的歌 我最爱是人的 我自己的歌 我最爱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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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 我自己的歌 他没有也没不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陪你一起 就上海吧 抗争也要显得优雅 蒸发了泪滴邀请 空晚里 呼吟就散去 遥远的梦境 我陪你一起 遥远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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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远的梦